第1052章 蛇战两妖王 道友这是何意 这白虎之城乃朝圣之地 听道友这意思 是我等会强迫于你们 这妖王总算是明白了祝云的意思 接连两问 可以说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由此可见 自己这些人的心思被眼前之人看透了 若不是强迫 道友等此时离开 不知妖王可否会阻拦 祝云单刀直入 这等于是逼着妖王回答 我们开店做生意的也不容易 道友可莫妖误会于我们 要不然 我们在这白虎城可就开不下去了 妖王眼露金光 但祝云自然不相信他们的鬼话 吃笑一声 道 说实在的 妖王 你也不用藏着掖着的 想留下我们 直说便是 省得再次费尽心思 若是能走 我便走 若是不能走 祝云索性也是站了起来 双手撑着桌子 身子向前探去 双眼也是直视着妖王 你 妖王被吓了一跳 他是想对祝云动手 可若是没有合适的理由 他也是怕不好交代 上头几次吩咐 若是无端杀了人族 可能会让原本就有团结去世的人族 更有可能将矛头指向他们妖族 一旦惹了众怒 诗出有名 那极有可能 人族修士会不顾一切地杀入白虎城 虽然人族在他们的友谊压制之下 修为静静极慢 个体实力也是远不如妖族 可盛在 人族无穷无尽 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当修炼变成了一件难事 那么难免会有一些修士 留下子嗣传宗接代 一代生一代 如此繁衍下去 相比之下 妖修虽然多 整个白虎境 能够达到妖王境的 足有上千之数 可人族 何止万万 且人族有着得天独厚的本领 生存的能力极强 总会在绝处风上 他们不是不想灭掉人族 从而让妖族掌控着凡界 但灵界那边 却多数是人族的天下 若是引起了灵界人族大能的震怒 恐怕最终 他们妖族会被剿灭一空 如此之下 他们也只能尽可能地压制人族 放慢他们整体修炼的速度 经过白虎城主的多年经营 西凡界已经进入了一个 相对较为平稳的凡界 妖族稳稳地胜过人族 而人族却是不敢反抗 至于这所谓的朝圣 也是白虎城主搞出来的 目的之一 是为了践踏人族的尊严 想要得到修炼的顶级资源 便要到白虎城来跪拜图腾 其次 他们需要人族精血 所以才会寻些理由故意寻信 进而将人斩杀 最后获取精血上交 人族的劣根 也是有所体现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已然成为了所有人族信奉的八字真言 只要他们找得出一个理由来 哪怕再荒唐 也无需他们过于解释 人族修饰 自己便会说服自己 可这两位妖王没有想到 祝云非但软硬不吃 更是反而单刀直入 将动手与否的决定权 扔给了他们 他怎么敢 这妖王深吸一口气 被祝云这灼灼的目光 盯得有些闪躲 反倒是 边上的妖王却是上前一步 拍着桌子怒道 人族 你敢在我这酒楼里闹事 他便是先前迎接 祝云两人的小二 从始至终 他的态度都是极其恶劣 也是为了激怒祝云先动手 不管是打人 还是毁捉 他们便都有了正当的理由可以还击 哪怕当众斩杀 引来其余人族修饰观望 他们也可以大声宣告两人的罪名 妖修 便是如此霸道 无人敢问 无人敢言 当然 这也是白虎城里的规矩 人族不可动手 妖族也不可动手 但若是一方动手 另一方便可还击 所以 对于祝云的问题 这两妖王根本无计可施 这小二才会按捺不住 怒声赤鹤 有吗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闹事了 祝云痴笑道 话是你说的大声 桌子是你拍的 你可曾看到我做了何事吗 这话 令那小二妖王哑口无言 跟我斗 你还是嫩了点 几番交谈 祝云已然确定了 先前沈南跟他说过 当年亲眼所见之事 一定是真实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些妖修 还是用着拙劣的伎俩 但祝云并不知道 他们真实的目的所在 还以为妖修 已经将欺压人族 变成了本能 不过还有一点 入城之时 守在门口的妖修守卫 却是没有认真看过他们一眼 第1052章 蛇战两妖王大鱼大鱼 他猜不到 一切都是白虎城 要求他们杀人的 要的便是人族的精血 祝云毫不避讳地 想要激怒对方 看看他们能忍到何时 他也是特地问过沈南 有没有妖修先动手的情况 沈南表示从未见过 此时又是试探过了 祝云心中的猜测 已然变成了真实的 字位不算动手 道友 此处不欢迎你们 你们还是离开吧 另一名妖王 强行忍住心中的怒火 伸手指向门口 让祝云离开 谁曾想 祝云却是反其道而行 大马惊刀地坐了下来 甚至还翘起了二郎腿 一副完事不公的样子 说道 我们点了菜和酒 你们都没上呢 怎么就赶我们走 是不是 你们歧视我们人族 通过朝圣两字 祝云可以猜到 明面之上 白虎城对人族和妖族 是一样的 想来这辈朝圣的 无论是何方神圣 也不敢犯天下之大不惠 论人心 祝云的经历 三大凡界与灵界 见过的何其之多 果然 歧视两字一出 两名妖王的脸色 赫然就变了 这个词 只流传在一众妖王之中 谁也不敢当众说出 诚然 他们都看不起人族 为了灵丹妙药 在朝圣方场之上 朝拜着他们的妖族图腾 可谁都知道 这两个字 一旦自他们口中说出 死的便是他们 白虎城主 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 然而 祝云却是这一顶高帽扣了下来 这妖王 额头青睛直帽 要说打斗 他绝对不怕两人 可偏偏 这是祝云遇到最难对付的人 这一刻 他有些记恨起 白虎城主的规矩了 他想不到那么深远 又让他们动手杀人 又让他们 找到合适的理由 杀不到人 轻则断肢 重则丧命 可坏的规矩杀人 他们也会受到相同的处罚 甚至 比杀不到人 还要处置还要严重 比如在朝圣广场当众斩首 然后挂在城门口 以尽校游 谁都知道 这是收买人族人心的手段 只有这样 那些人族才会觉得 白虎城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才会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 抱歉 是我们疏忽了 妖王认怂了 但他并不会就此屈服 对方既然不走 那干脆就别走了 你将我们的好酒好菜 全部都拿上来 他对着小二妖王说道 好 小二咬牙切齿 没有任何办法 只好照办 很快 菜上齐了 酒也来了 不得不说 这菜够硬 这酒够香 祝云哈哈一笑 对着眉头紧锁的沈南说道 沈道友 怎地不吃 沈南神色莫名 却不知如何回应 祝云却是看出了他的心思 道 放心 他们可不敢下毒 不敢两字 像是两个耳光 扇在了他们的脸上 啪啪作响 两妖王眼中似是要喷出怒火 却也无能为力 我们便不打扰两位了 有何吩咐 等下喊我们就是 妖王拉着小二 走进了后厨 莫杰 你不会是没看到 我给他们上了什么酒吧 小二脸色一变 道 虎妖酿 没错 妖王节节一笑 虎妖酿 等下他们付不出钱来 我看他们还能这么宜然自得 第1053章 这是炼体的丹药 这酒 不错 朱云卉酿酒 仅凭酒香 便是闻出了这酒的不凡之处 我刚刚听到 好像是说虎妖酿 沈南忧心忡忡地说道 虎妖酿 倒是已有股虎骨之味 但又不是用虎骨酿造的 朱云倒是并不在意 反而轻轻戳饮了一口 细细地品味 这灵酒在口腔之中的感受 温润 隐隐带有一股妖气 但这妖气 显然是经过调和 并不会与他身体内转化后的 目灵里有何冲 事倒有 可别尝这酒如何了 我们还是该想一想 等下怎么付零食吧 听说这虎妖酿极为贵重 一般而言 这等规模的酒楼 可能一个月也只有一坦 朱云恍然 然后笑道 你是怕我付不起零食 然后对方便可因此动手 零食倒是还有 也足够付这酒钱 只不过 也就一万多块 自从在东凡界 吃过好几次零食不够的亏 朱云也是多少吸取了教训 是啊 赤道友 你也看到了 这两人不怀好意 只是不知道忌惮什么 不敢无端动手 沈南不自禁地有些发抖 说明他开始害怕了 朱云觉得好笑 便调侃道 怕什么 酒壮送人胆 喝了你就不怕了 再说 这酒也是我要的 就算他要零食 也是找我要 关你什么事 沈南却是 没有当成玩笑话 站起来正色道 赤道友 我们一起进来 若是他们找事 我岂能袖手旁观 怕归怕 他其实也是明白的 那两名妖王 不怀好意思 自然不可能 放他安然离开 那你喝啊 喝了这杯 还有三杯 朱云不以为然 笑着将沈南的酒斩满上 而后推到他跟前 见到朱云如此淡定 沈南也只好坐了下来 咬了咬牙 一口将酒斩端起 一饮而尽 别这么喝 糟蹋了这上好的酒 朱云笑道 我们慢慢喝 急的是他们 说不定 他们还会集中生挫呢 沈南苦笑 道 赤道友 你是沈某修炼一千多年 见过心境最好的修士了 自叹不如啊 朱云心中暗道 不是心境够好 而是区区两只妖王 他还不曾放在眼里 要说唯一担心的 只有这幕后的黑手 极有可能是白虎城主 但未去朝圣 朱云一时间也无法认定 只是一个猜测罢了 酒过三巡 两人喝得都差不多了 真如朱云所说那般 酒壮耸人胆 沈南不止一次说 若是真打起来了 大不了跟白虎城 来个鱼死网破 令他们也不好过 朱云笑笑 没有说话 而是走到了大唐柜台之前 此时 天色全然黑了下来 也已经过了 今日朝圣的最后时间 多少零食 朱云看着早已回到 柜前的两位妖王 嘿嘿 那妖王怪笑两声 道 上好的虎妖酿 一谈 其余的菜 就算是附赠的 一 万零食 朱云猜到他们会狮子大开口 却没有想过 会开出这样的高架来 至于身后的沈南 更是破口大骂 哦 虎妖酿虽然吸手 你这一万零食 未免也太过了吧 真到我们人族 是好欺负的 小二冷笑地指了 指墙面上的一牌子 道 明码标价 你们自己没看 怪待了谁 再说了 你们也只是说上酒 可谓说要上喝中酒 沈南顺着那小二的手指看去 脸色赫然就变了 一万零食 哪怕他是原音后期修士 但在整个西凡界 多数资源都集中在 白虎城的情况之下 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身家 比任何一个凡界的 同镜修士都要穷 这也是为何 两位妖王如此淡定的原因之一 真灵境里的人族修士 可以拿出一万零食的 不在少数 可但凡能有这样身家的 也不会清零白虎城 所以 他们料定了 祝云两人拿不出来 如此之下 他们便可以以此为借口 对他们动手 祝云眉头一挑 他身上还有数万零食 但并没有直接取出来 而是淡淡说道 不用零食 可否用其他的相应价值的东西替代 第1053章 这是炼体的丹药 大鱼大鱼 若是西凡界物价其高 他并不介意用丹药之类的来交付 毕竟 他有零药 零食留在身上 可以用来布阵 以应对布食之需 那掌柜不懈地瞥了眼祝云 比一道 不是本王看不起你们 你们若是能拿得出值钱的东西来 还会到我们白虎城来 祝云哈哈一笑 道 你别管我有没有 你先说能不能吧 自然是可以的 只不过不以零食致富的话 我们需要白虎城的健保师前来印价 而且还要收取一定的鉴定费 这都是小事 祝云笑着对沈南说道 你去内坐一会儿 这里交给 我来处理 沈南一仰脸 听到祝云先前的话 他以为祝云已经不想给零食了 那可是一挖 天文数字 真灵镜里拿得出来的人 不过一掌之数吧 于是他绝强道 赤道友 我便在这里看着 他们不敢拿你怎么样 祝云笑道 你喝多了 去将酒粒练化了 沈南还想拒绝 但看到祝云对他眨了眨眼 也是猛地反应过来 赤道友这是 等下让他动手的意思 这虎妖酿 也不知是怎么酿造出来的 酒精十足 倒还真让他有点迷糊 好 赤道友有何事 尽管叫沈某便是 说吧 沈南便走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拿起筷子 在菜盘里翻找着一些残羹肉末 祝云这才正是这两妖王 傲然地摸出了一个瓷瓶 请随蛋 找剑宝师看看 这丹药坐架几何 可否够付酒钱 小二不屑 伸手朝着瓷瓶抓去 同时激笑道 你们人族的上好单方早已失传了 哪里还能炼制出之前的丹药来 说完之时 他也正好打开了瓶上的软木塞 当即 一抹金光忽地划过 随之一股药香悠悠传来 直冲两妖王的鼻腔而去 这 失恋体的丹药 两人皆是脸色大变 本来 他们认为吃定了祝云 只要祝云有一丝付不起酒钱的意思 他们便会立刻动手 却没想到 他竟然真取出了上好的丹药来 这不可能 人族的丹方 不都在城主的密谋之下 尽数回去了吗 也正因如此 他们妖族才拿捏了所有人族修饰 除非 你天赋一柄 修炼无需任何丹药 但凡你需要一颗好点的丹药 来突破智谷 那便需要到白虎城来 他们是识货的 仅是这散出来的药箱 便让他们感觉到了浑身无比舒爽 皮肉骨血都有些躁动起来 若不是这些酒楼之中 有城主安下的刘颖珠 会记录发生的事情 否则他们 肯定会将这丹药直接抢走 然后杀人灭口 你去天虎哥 将天虎大师请过来 掌柜总归是冷静一些 他转头对着小二说道 大哥 天虎大师会不会休息了 小二眼中闪过一抹巨色 这是正事 他休息了也不会拒绝 否则城主会怪责下来 你就说 出现了上好的炼体丹药 需要他来鉴定 好 那大哥再次等候 我去去就来 掌柜与小二本就是兄弟 为了能够完成任务 便再次开了一间酒楼经营 当然 干的绝不是正经的行当 可偏偏 明面上又需要正经 否则骗不进人族 他们每日任务极难完成 又要受到责罚 纵然他们心中 骂过无数次城主的规则 是即当婊子又要离牌坊 可为了能够修炼到更高的层次 他们只能屈服 就像是一些人族修士一样 为了修炼下去 不得不到这白虎城来了 出卖尊严 第1054章暴虐的天虎大师 你若是敢骗我 你们两兄弟 便不要在白虎城生存了 天虎阁 一名被生两亿的虎妖王 不怒自威 说话盛气凌人 看着身前瑟瑟发抖的妖王 如同看着一只蝼蚁一般 天虎大师 我们兄弟俩 自然不敢胡言乱语 那丹药 小的打开瓶塞之时 便闪过了金光 而后药香传了出来 我们闻着 浑身舒适不已 小二将驻云取出丹药之后 所发生的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天虎大师 哼 天虎大师鼻孔出气 而后劈起一件衣裳 道 天黑出门 我要多收一成健保费 好说 好说 多了一成没事 小二陪着笑脸 看着天虎大师 慢慢悠悠地走出了屋外 此时 天色如墨 街道之上往来着不少人族修士 至少都是结单期 他们神色各异 但多是掺杂着喜色 显然是朝圣结束 他们得到了求来的丹药 强自按捺着激动 又怕会在街道之上 不小心冲撞了妖修 惹来麻烦 都给我滚开 小二上前一步 大声喝着 帮着天虎大师开路 顿时就经的这些修士 纷纷加快脚步逃离这里 天虎哥 来白虎城的修士 早就在真灵界 做好了功课 天虎大师 乃是白虎城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妖王之一 无人敢得罪 可谁曾想 小二这一声喝赶走了人 天虎大师却没有前行一步 反而指着他们逃离的方向 说道 看看这些人族修士 无论是结丹也好 还是原因也罢 在我们妖族求来的丹药 是若珍宝 所以你说 一名人族有上好的丹药 我怎么会信 小二无奈 洛飞亲眼所见 还是自己亲自打开的瓶塞 他也不会相信的 天虎大师 小人愿以人头作宝 那真的是上好的丹药 不敢有半句欺瞒 哪怕是到了城主身前 小的也敢这样说 M 我并不是怀疑你 天虎大师淡淡说道 亮你也没有这个胆子 我是怕 那人族用了什么诡计 想要叫我骗过去 听到这话 小二顿时浑身一震 连忙说道 这些人族怎么敢 他们哪来的胆子 可话刚说完 他又是暗觉不对 那个拿出丹药的人 可是一直神态自若 比他们两兄弟还要镇定 难道 可此事已经将天虎大师叫出来了 若是再让他回去 自己也免不了一顿责罚 这不是他可以戏弄的人物 小二也只能硬着头皮 将到嘴边的话给咽了下去 不敢应声 走吧 是真是假 过去看看 也不是一件坏事 若是你口中的那人族 真的赶来我白虎城寻信 也是正好杀了 抽了他的精血 而后再让城主 将他吊在城门口 以尽校友 白虎城也是许久没有 这般动作了 所以 难免会有心之人蠢蠢欲动 想要打破我们妖族 对着繁街的统治 还是大师想的周到 小二连声附和道 许久 他们终于回到了酒楼处 天虎大师 那人便在我兄长身前了 天虎大师推门而入 立刻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药香残留 顿时脸色一变 快步走到了祝云身前 一个瓷瓶 正安安静静地立于柜面之上 这么迟了 还劳驾天虎大师过来 实在是过意不去 那掌柜刚谦卑地说了一句 便被天虎大师一个巴掌 给扇飞了出去 滚开 这一幕 令祝云也是大开眼界 本以为只会来个 拾货的普通丹师 认一认精髓丹 却是没想到 这脾气挺暴啊 但你想看 我偏偏不给你看 祝云手上迅捷如电 眨眼便是将那瓷瓶 抢先握在了自己手中 天虎大师一手落空 猛地抬头 二话不说 就是朝着祝云手上抓了过来 人足蝼蚁 也敢抢本王要看的东西 可他哪里知道 祝云根本就没有一丝敬畏之意 悄然闪身 便是轻松闪了过去 你要看的东西 是我的 你想看就看 问过我吗 祝云一手抛着瓷瓶 五十四章暴虐的天虎大师大鱼大鱼 天虎大师一正 这才反应过来 脸色不由地漆黑如墨 道 你既然要本王来剑宝 那总要将丹药给本王看看才行 否则怎么见 他虽强 却依旧受制于城主 这酒楼里有刘颖珠 他也得守城主的规矩 剑宝归剑宝 可你一来就大呼小叫 我怕你不是剑宝的大师 祝云继续挑拔 这看似珍贵无比的丹药 在他手中如同玩物 那边 沈南也是手握筷子 却是没动 一双眼睛也是死死地盯着天虎大师 他听说过这名字 知道他是一个极为强势的人物 真灵境里 不少修士想要换些修炼的资源 便会提起天虎大师的名号 说他脾气不好 但剑宝的本事却很强 不会看走眼 他便是担心 祝云吃了亏 可见祝云这反应 根本没有将天虎大师放在眼里 也是捏了一把汗 这时的他 酒精已经全然散去 心中生剧 但也早做好了没有退路的准备 也是他没有去朝圣 没有得到所谓的误导丹 倒是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笑话 听到祝云的质疑 天虎大师勃然大怒 指着自己的脸 道 你去外面街上 随便找个人问问 我天虎大师是何人物 祝云贪了贪手 道 要不 你去问问 赤某是何人物 听到这反讽之词 天虎大师不禁气炸了 几乎是吼了出来 道 你是谁关本王和事 快将丹药拿过来 让本王品鉴一下 他确实眼光非凡 且还是妖族难得懂丹道的妖王 仅凭那残留不多的精髓丹药力 他便感觉到了 小二所言非虚 甚至 比他来之前所想象的 更要好上无数倍 所以才会如此急切而失态 可谁知道 眼前这人族 竟然以此拿捏于他 抢又不能抢 打又不能打 更重要的是 这小子不知道自己的名号 朱云哈哈一笑 道 我是谁不关你的事 那赤某是不是可以说 你是谁又关我的事吗 我凭什么要将丹药给你看 万一你强取豪夺 逼我在这白虎城动手 岂不是坏了白虎城的规矩 你 天虎大师语业 一时接不上朱云的话来 也在这时 那掌柜妖王连忙上前 凑到天虎大师耳边说道 大师 这人族在小人这里喝了虎妖酿 拿不出零食 所以说 用那丹药来抵价 天虎大师一愣 随即宁笑道 好小子 原来是想喝霸王酒 这虎妖酿 乃我们白虎城的顶级佳酿 十项点 将那丹药转让于本王 本王帮你付了一万九千 再付你三万零食 这等同于是给祝云的丹药估价了 可这并不是两位妖王想要的结果 他们想的是对祝云动手 而后抽取他的精血 来完成今日的任务 要是对方能够付酒钱了 他们就没有理由动手了 一时间 他就陷入了两难之地 本以为 祝云就算有丹药 也抵不了虎妖酿的酒钱 可这 四万零食 好大的手扁 祝云也笑了 这价格 也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他本来 就是想要试试 这丹药能做多少价 他也好为接下来的事做了准备 可四万 让他立刻改变了计划 小子 这么大手笔 可以证明本王的身份了吧 这丹药 既然你不想见 那本王干脆就买了 多出来的三万零食 能让你成为真灵径的一方巨股 天虎大师 觉得自己这个价格 完全可以说动祝云 可谁曾想 祝云却是在自己腰间取出了一个储物袋 啪的一声 扔在了柜台上 这丹药 我不卖了 一万九钱是吗 拿着吧 而后 他将丹药塞入了自己的戒指之中 对着身后一直准备动手的沈南招了招手 沈道友 该走了 这下 无论是天虎大师 还是开酒楼的两兄弟 都是愣住了 他竟然有一万零食 第1055章天虎大师青妖 在妖族的压制与搜刮之下 人族的资源少得可怜 否则 人族修士也不会横跨一个大进 放下尊严求取丹药 甚至还要小心翼翼 唯唯诺诺 因此 当装着整整一万零食的储物袋 放在柜面上时 狐妖天师被镇住了 更被镇住的 则是两位妖王 他们只想要祝云和沈南的命 不要零食 像是他们能在白虎城开店的妖修 只要能够按时上交人族元殷妻的精血 且不会违反白虎城的规矩 那么他们便无需为修炼资源担心 当然 相比较人族而言 他们所需的资源也更是简单 通常只有灵药便可 而白虎城最不缺的 便是各种各样的灵药 人族那边 无论是正道修士 亦或是魔道修士 他们采得了上好的灵药 最终都会来到白虎城 只因 人族缺乏炼丹的丹师 若是直接吸收灵药之中的灵力修炼 先不说这些吸收的效果如何 光是灵药之中 未经过炼化的灵力 便有需要耗费修士相当的精力去应付 更别说 还有一些灵力会引起相冲 从而让修炼的效果大打折扣 这就不得不说白虎城主的精明之处了 他将灵药与丹药的兑换 控制在了一个极为微妙的比例 让人足修士觉得 至少不会吃亏 越是高级的丹药 便需要越强的丹师去炼 可越强的丹师 则是通过炼制无数丹药堆出来的 但自从灵药都流向白虎城之后 这些丹师便遇到了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的难题 久而久之 那些高级丹药的丹方 渐渐地断了传承 现如今 真灵界只有炼气器和助击器 可以服用的丹药流传 结丹气之上的都没有了 白虎城主之所以如此有底气 便是因为他们出现了丹师 他们可以炼丹 这样一来 人足的命脉完全被把控住了 数千年来 白虎城的威望 在西凡界也是越来越甚 想要打破这种情况 只有高级的丹方流传于是 但天虎大师 却根本就不关心此事 他只想得到注云手里的精髓丹 道友 道友 见到注云转身踏出了酒楼大门 天虎大师这才猛地回过神来 不但追了出去 语气也是客气了不守 道友请留步 注云心中一笑 还是停了下来 怎么 光天化日之下 你想抢吗 看到注云这似笑非笑的问话 天虎大师无奈地看了看天色 不说伸手不见五指 却也是差不多了 这大黑天的 你跟我说光天化日 但有求余人 他也只能拉下脸来 道友 是不是临时不够 这 实在是我只 留到了一点残留的药箱啊 要不 你给我一颗丹药 我也好作驾 不是吗 一颗吗 注云心中一动 放长线吊大鱼 他还是懂的 精髓丹 他想要多少 就有多少 前提是 他有安全的地方可以炼制 这天虎大师地位不低 注云若想在这白虎城中安然行走 便需要这样的人相助 他取开瓶腮 悠悠药香随之扩散 天虎大师立刻贪婪地吸了一口 脸上也是随之露出了享受的表情 可很快 药香便是散去 注云的手中 多了一枚金灿灿的药丸 正是精髓丹 拿着 可别再烦我了 欲擒故纵 无论是炼丹 还是炼气 亦或是其他道 注云深知这些人 对自己的道友多痴迷 天虎大师 是不会让自己离开的 道友 道友 果然 注云还没走两步 天虎大又是急忙跟在身后叫唤 他刚停步 天虎大师便挡在了他的身前 道友 这丹药是从何而来 正好夜已深 道友也是要寻流速之地 若是不嫌弃的话 到在下府上一坐 如何 注云眼中放过金光 火候味道 他自然还是拒绝的 这虎妖酿后竟有点大 我不想坐 只想躺 这玩笑话 天虎大师立刻听明白了 转头瞪了开酒楼的 两位妖王一眼 不怒自威 你们回去 这两位是本王的朋友 第1055章 天虎大师亲妖大鱼大鱼 言语之中 已然带了警告之意 是 是 两人心有不甘地 退回到了自己酒楼之中 目送天虎大师和注云带着沈南 有说有笑地离开了 小半个时辰后 天虎阁 天虎大师亲自为开门迎客 将注云引起了 这座占地极大的庭院之中 道友 我去让下人抛些茶过来 可去酒见 面对天虎大师的殷勤 注云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没有表示 天虎大师摸了摸鼻子 只好说道 这庭院再无外人 那处有一小湖 湖中有一小亭 甚是安静 也不会有下人打扰 注云微微点头 这才说道 天虎大师如此有诚意 那赤谋 大师兴奋无比 做了个手势 请 酒楼 大哥 天虎大师 我们可得罪不起啊 要说到了此时 我们还没有精血上交 今日的任务 恐怕无法交代了 小二又恨又怒地说道 天虎大师 他们惹不起 据说城主 也要给他三分面子 眼下 我们只有三条路可走了 掌柜抬眼 望着窗外的漆黑夜色说道 哪三条 小二不经神色钦佩 自己只能找到一条死路 大哥却可以找到三条 不愧是大哥 第一条 我们在城中绕一绕 看看这夜间 能否遇上 还在外头游荡的人族猿鹰漆 第二条 将今夜发生的事情 上报过去 就说 我们快要完成任务了 结果被天虎大师破坏了 让白虎城的人 去对付天虎大师 第三条 你我卷铺盖 连夜跑路 第一条是铤而走险 第二条则是祸水东营 第三条 那就是走为上计了 可无论哪一条 都是下则 和死路 可能只有一线之差 这不行啊 人族那边早就说过 夜间不要在城里随意走动 其次 听说天虎大师和白虎城主关心默逆 我们上报过去 恐怕吃亏的还是我们 还要跑 白虎城落日时必成 谁都出不去啊 小二几乎是哭出来的 腰修 修炼到腰王静 极为不易 多数都是熬着寿员出来的 他们也不例外 那还能怎么办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掌柜的摇了摇头 道 三条路我都想好了 但我做不下决定来 不如由你来决定吧 三选一 小二深吸一口气 道 第一条和第三条 都是犯大忌 一旦不成 那便死无葬身之地 第二条 兴许还有一线生计 好 那便第二条 掌柜的重重点头 道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去城主府外墙处汇报情况 你不要多说话 由我来说 是 大哥 两人将两对面的两座酒楼里值钱的东西 全部收了起来 随身携带之后 这才朝着城中心赶去 没想到 你竟然是炼丹师 祝云意外地 看着天虎大师 更多的则是惊讶 沈南并没有跟着祝云 进入狐心亭中 而是留守岸边 不过一直观察着这边的情况 这倒是让祝云多少觉得 沈南这人值得结交 当然 是在这西凡界结交 去了灵剑 有缘在狱吧 赤道友 正是炼丹师 所以才会觉得 此丹药的不凡啊 说实在的 这丹药若是出现在白虎城 恐怕 会引起白虎城的大乱 祝云眉头紧锁 若是会引起大乱 你为何又要这丹药 祝云指着桌面上 那颗精髓丹说道 赤道友 你这一瓶精髓丹 最多不过数十克 可白虎城的妖王 却有上千之数 通过药香 我无法得知 此药如何炼制而成 但多少可以知道 这是对妖体 有着极大的淬炼作用 试想 哪一位妖王不想得到 祝云顿时明白了 天虎大师的意思 他想要的 不是丹药 而是 丹方 第1056章丹方可以给 其实关于仙府里的丹方 祝云并不是太看重 这些丹药 最关键的部分 是灵药 如果他没有满是西壤的药源 和那一方大昼世界 祝云想要炼丹 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以他此时对西凡界的了解 从表面上来看 是丹方流失的问题 而根本的原因 却是一直以来的恶性循环 中期根本 还是要解决 白虎城的毒霸专权 天虎大师 有话直说便是 祝云挑了挑眉 淡淡地说道 他不怕天虎大师想要 就怕他不想要 想要破局 或许可以通过炼丹解决 而他确实可以用丹方 来换取一个炼丹的环境 天虎大师的身份与地位 都还算不错 可以与他做一场交易 我想问 赤道友是否有着 炼体丹药的丹方 果然 祝云猜准了 祝云微微一笑 道 这丹药名为金髓丹 金髓丹 好名字 天虎大师肃然道 从这要乡 我可以分辨出此丹用的是 吸收精细为主的灵药炼制而成 想来也是用着素肉身的用处 看来 我还是没有猜错 天虎大师的丹道造诣 赤某佩服 赤某也不相瞒 这金髓丹的丹方 若是交给了天虎大师 那以后 妖族会不会更强 人族 会不会更弱 这 天虎大师善笑两声 而后道 赤道友 此话有些严重了 纵然有了丹方 可想要炼制出上好橙色的金髓丹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吧 一来是合适的丹药 二则是 助于没有给对方继续解释的机会 白手打断道 整个凡界的灵药资源 几乎都集中在白虎城 也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天虎大师眼中 顿时闪过了金光 他对助于动过手 知晓对方的实力 绝对不在自己之下 否则 就算助于的这丹药 能够引起他极大的兴趣 他也极有可能强取豪夺 天虎大师应该也能猜出来吧 在下也是一名炼丹士 助于也是话说一半 天虎大师胡一道 赤道友是想让天虎帮忙 换取一些可以炼丹的灵药 他以为助于也是 想要从丹药之上寻求突破 所以想用丹方来换取灵药炼丹 从而让丹到精进 正是 助于已经打定主意了 炼丹 在这白虎城炼丹 若赤道友只想要些灵药 那倒是好说 金髓丹的丹方 这天虎阁所有灵药 赤道友都可以用 另外 需要什么灵药 只要白虎城有 天虎也能为赤道友取来 助于爽朗一笑 起身说道 成交 天虎大师顿时狂喜 连忙说道 赤道友要在白虎城炼丹 那么除了我这天虎阁 便没有合适的地方了 天虎的炼丹房 炼丹炉 赤道友皆可以用 天虎大师也是清楚 金髓丹能够给他带来多大的好处 妖皇一直在寻找着 可以炼体的丹药 除去他之外 城中知晓的人寥寥可数 只要金髓丹有效 他便可以立得大功 到时就能争取前去灵界的机会 炼丹房倒是不需要 不过 需要天虎大师 为在下提供一处 不会被人打扰的地方 若是可以 助某便可直接将丹方 交给天虎大师 好说 赤道友看中哪个地方 开口便是 天虎也会让阁中下人 雾药靠近 如此甚好 助云点了点头 而后同天虎大师出了狐心亭 又是带上沈南 最后寻到了一处小院 此地不错 小院不小 助云可以再次布下大阵 从而防范意外发生 天虎大师的目的是 金髓丹的丹方 自己给了 谁能保证他胃口就是如此 而后直接翻脸呢 当然 他觉得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1056章 丹方可以给大鱼大鱼 与天虎大师相交 更多的是 同为炼丹师之间的交流 虽然不知道天虎大师 一个妖修 是怎么习的人族的丹道 但在某种方面来说 他与人族的炼丹师无异 助云手写了一张丹方 交给了天虎大师之后 对方便匆匆离去 小院之中 只留下了沈南和助云两人 赤道友 你跟那天虎大师说了什么 沈南看着助云 在纸上写了几个字 天虎大师便如获至宝地离去 不禁也是满脸狐疑 本以为助云 只是一个普通的原音后期巅峰 是来白虎城朝圣 从而获取神童丹的 结果 事情的发展 让他渐渐地有些看不懂了 我们暂时 留在这天虎阁中 助云微笑道 当然 若是沈道友要去朝圣求要 也可自便 倒不是敢沈南走 助云是让沈南自己决定 留下来最后 要走的话 他也管不着 这 沈南犹豫了下 道 我不走 我说过 要请赤道友去真灵敬喝酒的 修仙之人 不能言而无信 好 那你便留下 我要再次布置一个阵法 你帮我守阵 可好 沈南惊讶到 赤道友还会布阵 还是一个阵师 助云含笑 不置可否 而后 他取出灵石 先是在小院之外 布下了一个斗转心仪大阵 告诉了沈南 开启阵门之法 接着 才在小院中 布置了九转九阳大阵 外面是大阵 这里面是小阵 若是有危险 你闯入大阵 便可护你安全 我要前行办事 不得受扰 所以 你不可强闯小阵 但我能教你往阵里 传音的法子 你可以留言 赤道友放心便是 沈某一定帮你看好 沈南 被助云这布阵的手段 给惊到了 既然抛出灵石 便可成阵 这等手段 着实闻所未闻 西凡剑 被白虎城压制的 何止是单道 阵道 气道 还有其他数不清的道 那就有劳沈道友了 助云微微笑道 而后取出几张符纸 当着沈南的面 画了几张生机符 递了过去 若是被人偷袭 你将这符路贴到眉心间 便可为你提供生机 好有机会逃到阵中躲避 之所以不给他画其他符路 除去助云 一直是以 木林根修士的身份展示之外 更是怕沈南出现意外 若是给沈南火鸟符 亦或是火凤符 这等攻击强烈的符路 沈南定然会行反击 这会将麻烦变得更大 到时候他再解决的话 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 才会用了生机符 这样一来 万一沈南受伤 只需要用生机符护住生机 逃入斗转心一阵中 便可喘息 等到他炼丹结束 助云的打算 就是在仙斧之中炼丹 炼好一炉 就出来看看 他打算炼制的丹药 一共三种 金髓丹 裴鹰丹 和速魂丹 金髓丹对目前 西凡界的人族作用不大 他炼制出来放到身上的目的是 万一与妖修对质 那便可以用金髓丹 作为谈判的本钱 裴鹰丹和速魂丹 自然是为人族准备的 人族都会站到他这边来 幕后黑手有多强 助云不得而知 所以他也要尽可能地 让己方这边更强一些 进入大阵中后 助云转身进入了仙斧之中 朝着卧房那边走去 先前他炼制了护神丹 是让坟天燕拿过去的 此时自己想要继续炼丹 自然是要将坟天燕叫回来 可刚至门前 边上的窗户 却是忽得打开 而后 一道金光猛地朝着他的双眼 刺了过来 一股与他似是而非的混沌力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似要将他劈成两半 他连忙侧身闪过 却也这金光呼地停滞 而后瞬间化为一柄小刀 当头斩下 第1057章 天虎阁城主府上来人 奴骄 助云惊呼一声 连连后退几步 这玄妙刀法 看似普通 可他却是差点躲不过去了 若不是感觉到 这两招并没有任何杀气 助云定然会立即还手 少爷 多亏了你 要不然 我这刀法 可没办法这么快领悟了 满是笑脸的奴骄 出现在了窗口处 而后一道火光滑过 落着他的身前 化为了人形 正是焚天燕 助云惊喜道 你修炼神经诀成功了 早些时候 助云便是说过 先让奴骄修炼神经诀 成功之后再修炼刀法 为了能够让奴骄不致灰心 他还特地借用了 无极剑绝中的要点 手中无剑 心中有剑 非花斋叶皆可为剑 而此时 奴骄提到了刀法 那自然就不用说了 嗯 修炼成功了 奴骄点头 满脸都是笑意地 看着助云说道 倒是没想到 少爷长得这般俊秀 助云顿时脸色一炯 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脸颊 随后道 能看见就好 我已经见到了大咒气仙 不过并未完全学会他的正道 所以这静止 心许还要些时间才能解开 不急 奴骄柔声道 正好我也要试验这全新的刀法 以及对此处凌厉的使用 到时或许可以跟少爷 在这仙府的空地上 好好地比划一下 再好不过了 助云连连答应 一时间心中也是 不免想到 学会了无极见绝要点的奴骄 会不会练出无极刀绝来 又与奴骄说了几句 助云也是感觉到 奴骄与以前全然不同了 或许是找到了全新的活法 算是从先帝之死的消息之中 真正地走了出来 不知为何 助云的心情也是松缓了许多 与奴骄道别后 助云带着焚天燕去了炼丹房中 每种丹药各练一炉 再出去看看沈南 助云让焚天燕热炉 自己则是去取了所需要的灵药 正式开始了炼丹 此时 天虎阁的一间密室之中 天虎大师化回了本体 是一具透体白色的大虎 但神奇的是 他的眉心之间 不是一个王字 而是一个天字 这便是他天虎之名的由来 只见他那朔身区 趴伏在地面上 张着巨嘴 口中正喷射着一道火焰 火焰最终所向 是一座年代悠久的炉顶 造型古朴 颇有年头 按丹方所说 这丹药炼制起来并不难 可为何 我总感觉 哪里有些不对劲呢 密室之中 隐隐犯着些许不成熟的药箱 在与助云分别之后 他也是按捺不住 开始了炼丹 如今时间过半 药箱已燃出来 可他却清楚地感觉到了 这药箱与助云给的精髓丹 天差地别 他不是没有怀疑 助云故意篡改了丹方 可转念一想 自己手中还有一枚精髓丹 完全可以做对比 他不信助云不知道 这很容易引起误会 罢了 还是先将丹药炼制好了再说 毕竟丹药也分成色 兴许这精髓丹 之所以药箱如此浓郁 便是成色的关系 但如此说来 这赤道有炼丹的本事 不但冠绝整个人足 恐怕连我也比不过他 知道炼丹的时候 不能过于分心 天虎大师也是收起心绪 全神贯注地 将自己的妖火喷向炉顶 许久 炉顶的精灵力 已经全部提传出来 在他的妖力掌控之下 所有精灵力聚成一团 凝结成了一颗颗金色的丹药 丹成 天虎大师眼中闪过金光 原地一转 便已化回了人形 而后他伸手一扬 颅盖随之打开 术道金芒 便是朝着他的手间飞来 入瓶 天虎大师又是引用妖力 隔空预示了 屋内的一个木架上的瓷瓶 十余颗丹药 仅留了一颗 其余的禁术落入了瓶中 呼 清吐一口浊气 天虎大师一手 托着刚炼制出来的精髓丹 眼中不免闪过了一丝失落 炼丹的过程很顺利 但丹药的成色 令他有些失望 第1057章 天虎隔城主府上 来人大鱼大鱼 为何 只有三成 算起来 这只能算是一颗下成的丹药 他又将注云给的精髓丹 倒在了掌心之间 没有对比 他是真看不出两枚丹药的差距 在浓烈的药箱之下 天虎大师完全闻不到 自己炼制出来的精髓丹的药箱之味 看来 是我的炼丹水平 比不上那赤道友了 他眉头紧皱 白虎城里的人 欠不得人族 会出现实力高强的丹士 可他 却又想着 在丹道之上 能有更高的造诣 妖族之中 与他能交流丹道的人不多了 就算有 也是各自藏着本事 不愿显露 但与注云一番交谈 虽然觉得 对方是有利益所图 可至少 谈及丹道的聊聊几句 让他认为 注云可以让他学得 更多关于丹道方面的经验 有助于 他对炼丹更深的理解 他不想注云出现什么意外 这白虎城中 除去我之外 无人知道他是炼丹师 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 否则他会有杀生之祸 望着手中的丹药 天虎大师 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注云是 他在丹道上 能够突破的唯一契机 所以他绝对不能出事 去问问他吧 为何我的精髓丹药效 会相差这么多 他的九成 我的却只有三成 天虎大师收起丹药 走出了密室 可未走几步 便是听到屋外传来了动静 声势还不小 他再次皱起了眉头 这大半夜的 莫不是又有人 让他前去建宝 建宝费是天虎大师 主要的收入来源 因为时常为城主府建宝 且从未看走过眼 所以他 才与城主的关系极佳 城主府中的下人 对他也是极为恭敬 自然而然 寻常人等 也不会到他天虎阁来闹事 可这番动静 莫非是又有什么 稀罕的意保出事 想到此处 天虎大师便朝着门外走去 当他打开门的时候 见到来人 却是愣住了 两位可是城主身前的红人 大半夜的到天虎阁来 不像是为了建宝一事吧 天虎大师暗决不对 近日自己可没闹出什么误会来 天虎大师 其中一名妖王先行了个礼 然后说道 有人说 天虎大师包庇闹事的人族 所以我等来天虎阁查探一番 还请天虎大师配合 以免城主怪罪下来 我等担待不起 天虎大师怒道 何人说出这话来 我天虎虽然平时与人族偶有交流 但多是建宝之上的事 从不会坏了这白虎城的规矩 若是有人族有罪 也与我无关 更别谈及包庇一事来 他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祝云身上 因为祝云给了一万零食 算不上吃霸王餐 所以也没有坏的规矩 天虎大师 规矩不能破 既然有人说你包庇 且我们查看了相关的刘颖珠 当时你确实出现在现场 想要我等不进来查探 也可以 天虎大师认了这罪 跟我们去城主府中面见城主 相信以天虎大师的身份 城主也不会难为天虎大师 话语之中极尽客气 可实际上 根本没有给天虎大师一点面子 顿时 天虎大师的脸便黑了下来 身处白虎城 白虎城主便是这里的天 无奈 他侧开了身子 冷冷说道 两位 不知诬告算是何罪 两名妖王顺势走近 其中一人边走边道 诬告罪至死 那我便放心了 希望到时查不出我包庇了人族 我能亲眼看到 那诬告之人被斩首试中 这是自然 那妖王点头道 不管有无查证 我等都会把情况如实汇报给城主 到时自有城主定夺 请 天虎大师做了个手势 却见另一名一直未说话的妖王 从怀里掏出了一件造型怪异的罗盘 稍稍度入妖力 这罗盘便是猛的发光 而后妖力四射 迅速在天虎阁置扩散了开来 片刻之后 那罗盘一阵 掌控的妖王迅速将目光看向了远处 那边 有人足修饰 追击被困 你不是说 没有包庇人族吗 那妖王目光骤然变冷 隐隐之中显露了杀气 他是白虎城主的亲卫首领 本体是一只冷血狼妖 天虎大师不屑冷横 道 狼首领 你们查的是包庇人族之罪 人族若是没违反成规 何罪之有 又谈何包庇 那拿罗盘的妖王怒声喝道 天虎 莫以为你与城主有点关系 便可为所欲为 你还不知道 今日之事的严重吗 天虎眯了眯眼 浑然不惧 大声说道 狐卫 我天虎行的证 做的值 平时靠着剑宝为生 剑宝赚灵石 可从拿着与城主相识 来坑蒙拐骗 你想要泼脏水 我天虎可不认 好好 狼首领拍了下手掌 目露凶光 那我们便去见一见那人族 当面对峙 看看你有何话可说 去便去 谁怕谁 你们想要拿城主压我天虎 我天虎也不是可以随意欺负的 天虎大师亲自走在了前头 索性带路 以正自己清白 不多时 他们便走到了 祝云所在的小院 只见 沈南盘腿坐着 周身灵力流转 显然是在练气 不过 他为祝云护法 自然也不会太过深入 听到脚步声传来 便是缓缓睁开了眼睛 天虎大师 他不傻 天虎大师的表情 以及身后那来者不善的脚步 他能够看出来 便下意识地在掌心之间 扣住了一张生机符 赤道有吩咐过 不管谁来了 千万不要动手 以免到时候 对方有借口击杀了他 沈南在心中默默说了一句 算是提醒自己 嗯 天虎大师应了一声 指着狼首领何音未到 两位有话要问你 你如是说来便好 沈南心中 更是打起了万分精神 他与祝云可以说是 一同进城的 闲逛之时 也未曾与人有过交流 最后要说发生了什么 便是酒楼之中了 莫不是 那两妖王恶人先告状 所以 城主府来人调查了 两位不知要问何事 沈南不卑不亢地问道 人族 我且问你 你可在那御酒楼 喝过虎妖酿 喝过 沈南暗道果然如此 应了一声 大声道 且我们给过零食了 整整一万 天虎大师可以作证 狼首领却是压根不看 天虎大师一眼 因为他们此行的目的 并不是霸王酒一事 而是为了丹药 我知道 你们给了零食 狼首领冷声说道 你们又是拿丹药 又是拿零食的 糊弄那御酒楼的两兄弟 可有此事 糊弄 不可能 沈南一听丹药之事 便是暗道不好 莫不是剑材起义 所以找到天虎阁来 当即他便拾口否认 狼首领怒声喝道 还敢狡辩 若你们有零食 为何不先拿出来 为何要拿丹药 将天虎大师找过去 可找了天虎大师 为何又最后 给了零食 在白虎城开店的修士 皆是受我们白虎城的庇护 你们人族 敢坏我们白虎城的规矩 可是想死 花音落下 身侧的鹰卫 突然对着罗盘使出了妖力 只见妖气凛然 一股庞大的威压 自光芒而起 迅速朝着沈南压了过来 不好 沈南心中大惊 连忙施展神通躲避 这才堪堪躲了过去 你们做什么 天虎大师心中大惊 连忙上前一步 挡在了鹰卫之前 阻止了他继续使用 罗盘威压沈南 可此举 却是激怒了狼首领 天虎 城主轻卫办事 你敢阻拦 天虎大师立声喝道 说好了当面对峙 你们却直接动手 口中 说来说去是 白虎城的符规矩 可你们此举 不也是 违反了城主的命令 特别还是 被人族无端出手 无端 狼首领冷横 现在我十分确定 天虎 你与人族有勾结 放屁 放你娘的臭狗屁 天虎勃然大怒 这样的大帽子扣下来 别说他是天虎 哪怕是天上的 虎也没命活着 我与人族勾结什么 只不过那丹药玄奇 我花零石买下 这是正当的交易 而这两人为了安全 在我天虎阁交易 这有问题吗 骂归骂 但天虎也是知道了 事态的严重性 他与祝云交易丹方 确实犯了大忌 犯了只在妖族之中 流传着的规矩 第1058章 沈南重伤入阵 轻卫追击 被困大于大于 所有适用截丹期 以上丹药的丹方 需要第一时间 交到城主府 否则就是大罪 天虎倒是没有想过 将这丹方私藏 而是自己炼制一遍后 将丹方完全研究透了 再将丹方交上去 可谁能想到 城主府这么快就派人来了 他们是怎么猜到的 如此之下 天虎只能否认 与白虎城主交流不守 他更知道 白虎城主的厉害之处 这精髓丹的丹方 若是被他的两名亲卫呈上去 恐怕自己 也不会有好下场 沈南也在这一刻知道了 天虎大师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也是立刻出声道 两位 我们与天虎大师交易了一颗丹药 这不算是违反了 白虎城的规矩吧 可沈南哪里知道 他的这句话 你们 他眼眸一缩 沉声道 刘颖朱里呈现的 确实是两名人足 只有你一人在此 还有一人呢 让他出来说话 沈南按道不好 祝云吩咐过要让他守在外面 必要的时候可以躲进阵中 由此可见 祝云所做之事 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可正是这片刻间的游移 因为动了 只见 他手中罗盘 闪过万岛妖光 直直地朝着沈南轰了过来 沈南不过原因后期 而他们既然是白虎城主的亲卫 实力远超旁人 当即 沈南只觉胸口如遭雷击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先不论天虎有没有包庇族人 将你擒住了再说 他断定了 沈南和祝云 与天虎大师 有着暗地里的勾结 也因如此 因为没有痛下杀手 打算将沈南活捉 沈南口吐鲜血 毫不犹豫地 将手掌之间的生机符 贴在了自己的眉心之中 一股庞大的生机之力 迅速自眉心间 涌入了他的子府 而后扩散全身 生机符无法治伤 却可以保住沈南的生机 不会继续流逝 因为的罗盘 其实就是 专门克制人族修饰的法宝 重伤之后 若不能及时救治 迟早也会死去 好在 生机符带来的生机 得以让沈南 还能控制自己的身体 强忍着剧痛 沈南捏了一个阵诀 斗转心一大阵 立刻开启阵门 他便是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看到熟悉的小院 沈南竟然笑出了声 一边笑 一边咳着血 此处有阵 快追 而在阵外 亲眼看到沈南消失在了小院之中 两名亲卫 野士 立刻发现了阵法 当即朝着阵门奔去 可这阵门 在沈南进入之后 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在铸云的友谊设置之下 两人野士直直 冲进了阵法 被困在了无尽虚空之中 被困住了 两人野士随即发现了处境 一片无尽虚空 万千星辰 好像是直接从地面 跨到了夜空之中 此阵玄奇 说明有阵失 能将我们进阶困住 足可说明 布阵之人的强大 无论是那位露面的人族修士 还是天虎所为 此事 必须尽快汇报城主 那怎么办 你我接不懂阵法 只能强力破支了 两人根本没有应对之策 纷纷凝聚妖力 朝着四面八方轰去 可这阵由柱云精心布下 布置得极为完全 纵然他们如何使劲 却是不得其法 像是一拳拳打在棉花上一般 而与此同时 天虎大师满脸呆滞地看着此阵 这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 不只是他知道 这肯定是祝云部下 更是城主的两名亲卫来此 无论是死是活 他都没有好下场 怎么办 天虎大师流也不是 走也不是 只有在阵法之外来回夺步 第1059章 混沌双卫祝云入阵面对 怎么办 这两人实力如此高强 万一他破阵了 赤道友还未从礼阵之中出来 沈南逃进小院之后 就用祝云所用的法子 写了张纸条 放到了九转九阳大阵中去 只要祝云能够从仙府之中出来 便可以立刻知道 外面发生的事情 可斗转心仪大阵中 传来的剧烈震荡 让他心中也是不免有些紧张 妖力隐隐一出 沈南知晓其中的恐怖 倒不是怕自己死了 而是怕牵连了祝云 在与祝云同行许久之后 他了解了祝云的为人 更是在看到祝云的诸多手段之后 让他更是心中 对祝云的敬佩有加 这样的人 不该死在妖族手中 他不懂大意 谈不及让整个人族 在凡界翻身做主 可本能却是告诉他 祝云绝对会成为这样的人物 看看外面原本不可一世的 天虎大师 都站在了祝云这边 这样的能人意识 兴许就是所有人族的希望 沈南看不到两名 轻卫妖王在阵中的情况 只能祈祷祝云早点看到纸条 从而出来应对 至于杀了这两妖王 会有什么后果 他已然想不了太多了 身上被那罗盘锁伤 而侵入的妖力 不断地侵蚀着他的身体 一张生机符静 沈南便立刻又贴上一张生机符 除此之外 他帮不上任何忙 就和外面的天虎大师一样 只能这样看着 此时 祝云也到了炼丹的最后阶段 最后一炉素魂丹 炼成了 就该出去看看了 他没有放松警惕 天虎大师虽然对他释放善意 但这也是利益趋势 也许 这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也有可能 天虎大师建立起义 人心难测 妖心更难测 作为炼丹师 祝云更加知道自己 这从仙府之中所得的丹方 对天虎大师 有什么样的诱惑 他只是尽可能地 维持在一个极为微妙的点上 许久 他终于将最后一炉丹药炼成了 焚天 回来 祝云收起丹药之后 让焚天燕 回到了自己的小腹之中温养 接连三炉丹药 焚天燕的消耗也是不少 藏于小臂之中虽然方便 但想要恢复火力的话 只能在祝云的小腹之中 脸蓬底下 至于那联火 祝云还无暇顾及 虽然也在小腹中 但神奇的是 连火却会融到一整株 混沌帘上面 身体没有异样 祝云倒也懒得去理会 主人 我睡半个时辰便好了 焚天燕也是有些疲累 跟祝云说了一声后 变了无声息 祝云这才闪身 离开了仙府 出现在了小院之中 立刻看到了一张字条 生事了 他眸光一缩 隔空便将那字条取来 一眼看过 顿时脸色一变 竟然引来了 城主府的青味茶 这可不妙了 本以为 最大的威胁会是天虎大师 可没想到 天虎大师却是帮着我说话 祝云竹子再读一遍 这才走出了小院 看到了 一边用着生机符 一边在疗伤的沈南 妖力震荡 他的境界也未到巅峰 幸好多给了几张生机符 否则我此时出来 也是回天乏力 祝云脸色也是冷了下来 同时心中也有些庆幸 自己多留了个心眼 将沈南留在了身边 否则对外面发生的事情 一无所知 沈道友 祝云走到沈南面前 轻声唤道 赤道友 你出来了 沈南艰难地睁开眼 满是惊喜地说道 我看到你的字条了 多亏了你 否则我这出去 恐怕会被两大妖王合力而解 祝云看得也是长远 两妖王既然是城主的亲卫 这说明 他与城主这一边的矛盾 已经结下了 只能动武力了 但在完全了解城主之前 他也不会贸然出手 第1059章 困顿双卫祝云入阵面对大鱼大鱼 能够掌控一方凡界的 没有一个是一箱羽之辈 要么 就是实力强劲 要么就是有灵界的靠山 沈南不敢鞠躬 道 若不是赤道友 沈某兴许会死在这白虎城也不一定 他本以为自己小心点 低调点 朝圣之后 领来一枚丹药就能离开 可与祝云同行一日一夜 更深地了解了 当年人族被妖族活活打死的事情 绝对不是偶然 像他这种独身的修饰 或许早在城外 就被妖族给盯上了 祝云没有说话 而是取出一枚裴音丹来 静止塞入了沈南口中 而后低声喝道 全力炼化药力 借由药力将体内的妖力驱出 沈南一愣 正想问下这事和丹药之时 却是口中生惊 一股暖流顺着喉头植入腹中 瞬间 那些肆虐的妖力便被驱离得小腹 无比精纯的灵力 同时朝着原因汇集而去 他连忙内视身体 只见 原本有些疲乏 而昏昏欲睡的原因 也是猛地睁开了双眼 透射着道道金芒 金芒所致 妖力便是为之溃散 仙丹 这是仙丹 沈南激动得无以复加 根本来不及跟祝云道谢 便是连忙开始炼化药力 他知道 自己迟之一息 便会浪费无数药力 这么珍贵的丹药 赤道有自己都舍不得用给我 浪费可耻 看到沈南收起心神之后 祝云这才急行几步 站到了斗转心仪的主阵眼之中 随后默念一句口诀 便已然置身于虚空之中 他看到了两只巨大的妖兽 一只青狼 一只灰鹰 在虚空之中 攻击着一颗颗的星辰 星辰无数 虚空浩瀚 竟然能够找出破阵之法 这两妖王倒是不弱 祝云也是暗赞一声 这是一个笨方法 便对不懂阵的人来说 却是最好的办法 强行破阵 要么以无可匹敌的力量 直接将整个阵法毁去 可在这凡界 根本就不可能 另外便是退而其次 要么回主阵眼 要么回复阵眼 主阵眼自然不容易被人发现 所以只有回去复阵眼 但斗转心一大阵 别的不多 就是复阵眼多 祝云这次 为了防止天虎大师动手 足足布置了一千余颗 诚然 这两妖王合力一击 便可毁去一颗星辰 可奈何不了 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且因阵法的关系 身处虚空的他们 每一个复阵眼都是 有些距离 既然是城主的亲位 那想来 他们比天虎大师更了解城主 正好在这阵中 把他们给拿捏了 祝云心中一动 身形便是 立刻消失在了原地 首领 击碎所有星辰 真的可以出去吗 因为微微喘着粗气 握着罗盘的手 也有些颤抖 有些怀疑起狼首领的判断 他们合力击毁了数十颗 消耗不少 可这虚空 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 这片虚空 除了万千星辰 我们还能看得到什么 狼首领也是停了下来 无奈说道 他不是没试过攻击虚空 可无论他如何攻击 妖力都击不中任何目标 唯有这些星辰 散发着灵力 其实说是破阵 更像是一种 无能为力的宣泄 有历史 总比有力无处时要好 因为沉默 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罗盘 可是忽然间 罗盘出现了异动 上面的指针一阵乱晃 最终指向了他的身后 少脸 有人进来了 因为惊呼一声 连忙转过头来 可他看到的 却是一阵白光 足足数十颗星辰 竟然朝着他们这边轰了过来 鸵卫脸色大变 连忙朝着一边闪顿 入阵以来 这些星辰从未动手 就算他们妖力所致 星辰也是没有任何反应 可此时 怎得聚集了这么多奇奇而至 小心 是有人驱使 定然是那不阵之人 狼首领听到鸵卫的呼喊之时 便已反应过来了 一双狼同泛着清光 在袭来的星辰后 看到了一道人影轮廓 可他 却是 第1060章 困顿双卫万英之险 轰 情急之下的鸵卫 将所有妖力灌注进了罗盘之中 只见 那罗盘瞬间变大 同时绽放万岛妖光 这些星辰尽数轰了上去 发出了一道道惊天巨响 但灵力与妖力的碰撞 也是让鸵卫受到了极强的冲击 每一颗星辰粉碎 都会让鸵卫步步后退 同时 鸵卫还喷吐出道道血剑 显然是受了不小的伤 实力倒是不错 只是 你觉得能挡住我这里的万千星辰吗 等到几十颗星辰近毁 朱云的身形出现 看着狼狈知己的鹰味 他淡淡地说道 满眼都是轻蔑的神色 是你 狼首领的双眼泛着绿光 低吼出声 这熟悉的身影 正是他在流影珠里见过的 没错 是我 朱云脸上扬着淡淡的笑容 浑然不惧地指示着狼首领的狼童 许久未去真灵境 没想到人族出现了 你这样的人物 狼首领能成为轻卫之手 自然有独到的眼光 而他的妖族传承 禁数在一双狼童之上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 祝云为何而来 但他却可以看出来 祝云会是颠覆白虎城的统治 人族 放我离开 我带你去见城主 狼首领的狼童 更能看出自己的处境 不需要祝云的威逼利诱 他已服软 再怎么挣扎 都是无谓的 与其死在这里 还不如交给城主处理 至于城主会做何决定 那不是他能知道的 而这话 却也是正中祝云下怀 只是他想见城主 但不是以这种方式 狼首领 祝云淡淡说道 城主我是要见的 可凭什么让你带我去 人族 狼首领低吼道 我带你见城主 与你杀了我城主来见你 会有不一样的后果 我带你见 说明你愿意与城主交易 而你杀了我 便等于同城主宣战 没错 我承认你这阵法玄奇 可你觉得 你这阵能够对付了我们的城主吗 祝云哈哈一笑 道 那你又凭什么觉得 我的阵对付不了你们城主呢 狼首领顿时于焰 英卫喘过一口气来 立声说道 首领 此人明完不灵 早就想杀我们了 他故意让外面的人族荡诱饵 便是想骗我们入阵 还有那天虎大师 估计也是因此与这人族勾结了 驻云眼神一冷 隔空一个巴掌甩了过去 呱噪 这一掌 好像自虚空之中凭空而现 重重地扇在了英卫脸上 英卫根本就来不及用罗盘抵抗 当即被扇飞了出去 人族 妖可杀 不可辱 我好意相劝于你 你莫要不知好歹 见到手下被羞辱 狼首领大怒 好意 你的好意 便是重伤我的人吗 若是我记得没错 你们原本是想杀了他吧 不对 你们原本来此 便是想杀了我们 那我 凭什么就要放过你们 说到后面 驻云也是历声喝道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狼首领也是干脆 目光一凝 露出了凶光 道 那便动手吧 本王若是眨一下眼睛 便认你为主 当你的寿主 当我受宠 你还不配 但你想死 却没那么容易 驻云狂笑一声 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无尽虚空 除了驻云的声音还在回荡之外 根本就没有任何气息 就连罗盘 也发现不了驻云的存在 阵外 沈南已经醒来 同时 在驻云的帮助下 他也可以看到阵中的情况 见到神色无比警惕的两位妖王 他很是不解 道 赤道友 你明明可以斩杀两名妖王 为何不动手 杀容易 可杀了之后 白虎城主有所防范了 那我们 可就不好对付了 迪亚我明 这城主又有何本事 我们也暂时不知 杀了他们 是下下之策 沈南不傻 一点就通 心中敬佩的同时问道 那赤道友 接下来 我们怎么做 他不说完全恢复 但裴阴丹的 让他觉得 不做些什么 对不起驻云 如此珍贵的丹药 有生之年能服用一颗 死而无憾了 第1060章 困顿双卫万鹰之血 大鱼大鱼 我去见一见天虎大师 你继续疗伤 顺便看好这阵中 若是让他们意外 走出了阵 你便赶紧出来通知我 说吧 他直接将一整瓶 裴阴丹掏了出来 就是这么随手扔了过去 沈南本以为 只是普通的丹药 让他稳固后续的伤势 可当他打开瓶塞 看到满满一瓶的 裴阴丹时 整个人顿时就呆住了 等到他回过神来 祝云已然不在 赤道友 赤道友 沈南这条命 以后就是你的 一颗裴阴丹 就让他奉若仙药 可手中整整一瓶 让他恍然如梦 狠狠地甩了自己几个巴掌 并且用足了灵力 感受到那种 深入骨髓的痛楚之后 他才相信自己不是在做梦 毫不犹豫地跪倒在地 对着祝云离开的方向 深深败去 赤道友 你们是真的太好了 看到一道人影 呼地出现在了眼前 天虎大师 几乎就要喜极而泣了 天虎阁里发生的这事 让他根本不知如何是好 帮清卫杀祝云 他觉得自己做不到 帮祝云杀清卫 他可能在整个凡界都活不下去了 哪一个选择 都是极其艰难 因为结果可能都是一样的 而祝云的出现 便忽然让他有了主心骨 天虎大师 没想到将货水引到你这里了 通过字条 祝云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 怪不得你 天虎大师苦笑道 我本以为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毕竟这些年 我积攒了不少家底 城主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源 可没想到 他们是直接冲你们来的 他也无奈 想错了一点 站错了队 虽然一切因祝云而起 他也怪不了祝云 谁让自己当时还有私心 想要保住丹药和丹方 无妨 祝云确实无所谓 天虎大师在最后关头选择维护他 就算是利益相关 但天虎大师无路可走 只能站在他这一边了 他笑了笑 道 天虎大师说 城主需要更多的资源 能否帮斥谋解惑 按理说 白虎城主算是占尽了整个西凡界的资源 怎么可能会在抢城中之人的资源 但天虎大师能有这样的猜想 也不会无地放食 哎 天虎大师叹气 既然选择了与祝云同营 那自然他不会有所保留 祝云已然成为了 他可以活命的最后稻草 便是将自己知道的事情一一到来 足足一个时辰 天色见儿亮起 祝云对白虎城也有了大致的了解 他无比愤恨 怒火攻心 恨不得将白虎城所有的要求 一并斩杀 原来 白虎城这些年 一直做着一件事情 便是及整个凡界之力 炼制一种万血丹 只因 城主得到了一张上古流传的丹方 这种丹药 炼制起来不难 难在药引 药引 便是万鹰之血 所谓万鹰 并不是一万鹰海 而是一万明元鹰漆 万明元鹰漆的精血 这还只是药引 当然 天虎大师也只知道这一个步骤 但整个白虎城 除了与城主亲近的要求之外 无人知晓 而天虎大师 曾经参与研究过丹方 所以略微知道一些 那么 白虎城里那些要求 各种寻找理由 击杀原因修士 便是为了他们的精血了 是的 说到这里 天虎大师也是无比愧疚 因为他也清楚 玉酒楼的两兄弟 也是为了获取 祝云两人的精血 而自己差点成了帮凶 也幸好 当时对丹药和丹方的贪念 算是救了他一命 不过他们并不清楚 精血的用处 城主俯藏得很深 是说要人足精血另有他用 这些要求 为了能在白虎城中生存修炼 也不会多问 祝云深吸一口气 又道 那开始此事有多久了 天虎大师喃喃道 许久许久了 他知道祝云是想问着 万英之血凑齐了没有 静志说道 万英之血并不是单单需要 一万元英的血 而是要根据属性 从中有筛选 有些元英七的精血 并不适用 所以 祝云眼中满是杀鸡 道 几乎整个凡界的元英七 几乎都会惨死在白虎城中了 此话一出 天虎大师的脑袋 更加低垂了 第1061章最后的准备 祝云只是稍稍一想 便知晓了 白虎城为何规矩繁多 这其中 一环扣一环 朝圣 是为了践踏人族的尊严 朝圣后的刺丹 则是大棒之后的填藻 城里的规矩 则是让人族觉得 白虎城是安全的 为了丹药 他们可以前来 甚至连冒险都算不上 严令妖族 又显得他们白虎城公正 这一系列 环环相扣 才导致那些突破 不得其法的修士们 前赴后继地朝着白虎城而来 等于是将各自的原因之血 亲自送到了白虎城 同时 人族炼丹师的稀缺 无法炼制高级的丹药 更是助长了这种情况 恶性循环 想要破局 只能杀了白虎城主 祝云面无表情 看了天虎大师一眼 道 你将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我 就不怕我杀了你 天虎大师心中一灵 而后苦笑道 赤道友 你要杀便杀吧 反正 我能活下来的几率 也不大了 祝云一愣 他本就没想杀天虎大师 这话不过是泄愤之语 可天虎大师说自己活不久了 又是何意 赤道友 先不说 你要与城主为敌胜算几何 就算你能杀得了城主 可我也因此断送了 前去灵界的机会 若是去不得灵界 我的寿元也熬不了多久了 祝云奇怪 妖族从未担心过寿元的问题 他们本来寿元长久 甚至在凡界有些巨妖 可以活过万年 你们寿元了 还剩多久 祝云不禁问道 不多了 还有百余年吧 天虎大师苦笑道 要不然 我也不会因为这金髓丹 如此欣喜若狂 并且答应了 你这般无理的要求 正因这金髓丹 可以让我获得一个 前去灵界通道的机会 原来如此 祝云心中明了 但他也不会直接和天虎大师说 自己只要解决了白虎城主 就可以让他前去灵界 反而这种知道自己活不久的人 更有可能爆发出极强的战力 亦或是无条件地帮助自己 灵界通道全部掌握在城主手中吗 赤道友 听到这话 你莫非不知道妖族的通道 便在白虎城的城主府中吗 祝云皱眉 道 真灵境没有通道吗 天虎大师更是反问 真灵境有通道 按理说说 每一个凡界 都有一主两夫三条通道 只要是生灵 皆可进入主通道 没有境界的要求 其次便会有属于妖族的副通道 以及另外一条 属于修炼魔宫的魔修通道 真灵境若是没有通道 人族怎么前去灵界 祝云眉眼一缩 又是问道 人族能去 但并不代表我们妖族能去啊 我们妖族的通道 便在白虎城中 只有为白虎城 做出极大贡献的妖族 才可进入通道之中 天虎大师叹了口气 我之所以受缘无多 其实是早年 获得了一本炼丹书而起 沉醉其中多年 才入了丹道之门 但那时起 城主便在通道入口处 修建了城主符 将通道完全掌控在了他的手中 所有想要入通道的妖王 要么对白虎城有极大的贡献 要么就能提供海量的资源 妖族本没有炼丹师 所以我便以此为道 通过炼丹和剑宝敛财 一切便是能够进入通道前去灵界 但若是城主死了 谁也不知道 如何进入通道之中 所以我才说 我极有可能受缘将劲死去 祝云顿时明白了 便问道 那你可知 城主用什么法子 将通道掌握其中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天虎大师满脸苦涩 这是白虎城最大的秘密了 否则 整个白虎镜 上千位妖王之镜 凭什么镜数被城主掌控 玩弄人心 眼妖所为 难不成 这白虎城主 真是眼妖 若是眼妖的话 从战力上而言 他对付起来 有十足的信心 但阴谋诡计 他不一定是眼妖的对手 换言之 眼妖可能禁用一句话 就会让他面对上千的妖王 甚至还有人族原因修饰 自己原本想的凭借丹药 在白虎城中阵蔽一呼 就能引来无数修饰相助的场面 恐怕是不行了 既然强杀不行 第1061章最后的准备大鱼大鱼 那就只能偷袭了 但偷袭的话 就必须进入白虎城中 眼下 只能让天虎大师帮忙 祝云沉思片刻 回头看了眼 斗转心仪大阵 两名亲卫还在其中 断然不可让他们出来 天虎大师 你带我去见城主 就说 我有一宝奉上 不如虎学 焉得虎子 祝云决定拼上一拼 不可 天虎大师脸色俱变 赤道有 城主神通惊人 万一他想杀你 你无处可去 他想杀我 我也想杀他 你觉得 不杀他我便能活吗 这两人 困得了一时 困不了一世 且一旦击杀他们 城主定然会得知 他们来找你的 城主方的人 自然会寻到此处 事不宜迟 我们得尽快过去 说吧 祝云取出了一瓶精髓丹 扔给了天虎大师 一宝 道有 你这丹方确实是一宝 我也是 按着丹方练丹了 可练出来的橙色 远远不及 天虎大师 下意识地打开瓶塞 闻到了精唇药香 竟是九层之上的丹药 听到这话 祝云却是心中一动 又有了一个更好的对策 主动去见城主 恐怕城主就会有所提防 但若是让城主请他去 相对而言 自己机会更大 祝云心中细想了一遍 道 这般 天虎大师 你将丹药和丹方全部奉上 而后你将你炼制的丹药也拿出来 告诉城主 说是按着丹方 你也炼制不出这样橙色的丹药 但拿我没办法 所以想让城主撬开我的口 对了 你可有何法宝 能够将我捆覆的 天虎大师想了下 道 道是有捆人的法器 可赤道有你原音后期巅峰 怎么可能会被普通的法宝捆住 哈哈 这是小事 祝云大笑一声 道 你且看好了 他身指为笔 在虚空之中一笔成符 脸稀符 瞬间 祝云的气息收敛到了原音初期之境 这是何等神通 好似画的是符录 可为何 不用止 天虎大师惊为天人 丹 朕 这赤道有 还有多少手段 灵符罢了 祝云淡淡地摆了摆手 道 天虎大师 时间无多了 你赶紧去办事 万一拖得久了 他们怀疑起两名轻微的下落 恐怕会生变 天虎大师立刻从自己的储物戒指中 取出了一件绳子灵器 道 那赤道有自己捆腹一下 在下这就去城主府门口等着 送走天虎大师 祝云又是回到了斗转心仪大阵之中 想了想 又是取出了不少灵石 将被两名邀王回去的星辰 重新补足 觉得万无一失之后 他才看向了 还在修炼疗伤的沈南 细细观察之下 祝云惊喜地发现 沈南不但身上妖力禁除 更是灵力流转 隐隐有突破的迹象 倒是意外之喜了 祝云按道 想来是这沈南基本上 没怎么服用过丹药 所以这几下几颗培阴丹 能够让他大有获益 人族啊人族 这西凡界的人族 活得还真是悲惨 祝云叹了口气 便是坐在了沈南边上 一边帮他护法 一边思索着 与白虎城主会面时 可能会产生的任何情况 若是趁其不被偷袭 那么一定要先用混沌拳 先凝出最后一颗连心再说 其次 便用天符 差点忘了 自己没有灵气 应该找天虎大师拿几件才行 大不了等到事了 再练制几样送给他也好 祝云叹了口气 然后静静地 等着天虎大师带回消息 直到天色威名 东方亮出了鱼堵白 天虎大师带着庶名妖王 回到了天虎阁 第1062章 直接被看破伪装 几位稍后 那人族被我绑起来了 关在内院之中 天虎大师将跟随而来的几名城主 轻卫留在了外面 他怕这些妖王若是跟过来 会发现天虎阁中的异动 毕竟 狼首领和鹰卫 还被关在柱云的阵中 快点 城主日理万机 还有一个时辰 必要朝圣了 担得了事情 哪怕你有仙丹 也无法承受城主的怒火 一名妖王冷声说道 天虎阁他也不想进去 至于狼首领和鹰去了何处 他们是刚换班来的亲卫 并不知晓 是是是 几位见谅 天虎大师长长地松了口气 脸上不敢有丝毫不满 进了天虎阁之后 快步朝着内院走去 直至阵外 他才压低着声音说道 是道友 是道友 可以出发了 柱云猛地睁开眼来 起声说道 马上就来 回头看了看沈南 他依旧还停留在原来的境界之中 但身上的灵力不断缠绕 随时还是有突破的可能 只能看你自己造化了 朱云想了下 便是深指 用灵力在地上刻画了几句话 告诉沈南 自己去了城主府 若是城中有一变的话 让他尽快离开城主府 回真灵界去 永远不要再回来 他能帮的 也只有这么多了 同时 朱云又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几张手写单方 放在地上之后 又在上面压了一瓶速魂丹 等沈南突破到原音后期巅峰 速魂丹对他的作用更为明显 至于单方 朱云留下了是 比较适合西凡界的现状 做完这一切之后 朱云这才目光一宁 抬头望向了 还在斗转心一阵中 苦苦支撑着的两位妖王 他们依旧在攻击着里面的星辰 不过 至少还需要三天三夜时间 走出大阵 朱云正准备当着天虎大师的面 将自己捆覆起来 却听见天虎大师说道 是道有 外面还有几位轻卫等着 我们赶紧出去 若是慢了 怕他们进来 发现此处异状 又有轻卫跟来了 朱云一愣 而后眼中金光闪过 他也猜到了 狼首领和鹰卫来此 恐怕知晓的人并不多 且并未注意到此处 这是一个时间差和信息差 他要抓紧了 稍等片刻 朱云心中一横 手间也是 迅速捏了一个阵绝 瞬间 斗转心仪之中 风云突变 万千星辰在这一刻 全部集结到了一起 铺天盖地朝着两名轻卫杂去 最多一个时辰 这两妖王便会被砸死在阵中 而一个时辰之后 相信他已经跟白虎城主打起来了 到时 谁还会注意到这里 同时 沈南也会安全 走吧 朱云微微一笑 元神微动 那绳子灵气便是动了 将朱云给捆了起来 赤道有 接下来 天狐肯定会有言语之中的得罪 到时务要见怪 天狐心中多少还是有些紧张 便提前跟朱云说道 无妨 赤道不是小气之人 此行目的 便是击杀白虎城主 朱云眼中 凶光一闪而逝 若是再吃一息 我等必要杀入天狐阁 刚出天狐阁 一名轻微妖王 便是表露出了自己的不耐烦 天狐大师唯唯诺诺 用早就想好的说辞解释道 诸位勿怪 这人足手段齐多 在天狐阁中 天狐还能将他制住 怕出了天狐阁辞子 会给几位惹出麻烦来 本王最不怕的 就是麻烦 那妖王冷冷地盯了朱云一眼 好似要吃了他一半 朱云连忙低下头来 装作害怕的样子 不敢与之直视 哼 灰红大气 似是凡人之间的奢华宫殿 注云低垂眼眸 却也是被惊得抬起了头 只因 这在日光照射之下 炯炯散发着圣洁之气的宫殿 却是隐隐透露着 一股不易察觉的血腥之味 若不是他的元神强大 绝无可能感觉得到 顺着宫殿正中的大道走去 这一路便走到了城主府的中心 你们留在外面 我带天狐和这人足进去 为首的妖王说道 是 交首领 第1062章 直接被看破 伪装大鱼大鱼 原来是只娇妖 注云未用灵石 倒是没注意这妖王的本体 早知如此 就先将打龙鞭取出来 说不定还能用上 不过 这也是一位首领 也不知道跟狼首领是何关系 注云不怕这其中的关系 只担心自己在偷袭白虎城主之前 狼首领死了 并且被人发现端倪 这样一来 功亏一篑 也是幸好 终于能见白虎城主了 属下交 已经带来了天狐与人族 求见城主 交手领丹西跪下 对着中心大殿的正门吼道 进来吧 门内 一道妖艺 而又分不出男女的声音响起 花音落下 大殿门未开 却是呼地显现了一道光门 有阵 注云顿时心惊 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事情 他去过无数座宫殿 也见过宫殿内的无数阵法 却是没有想到 面见一位妖王城主 会是在阵法之中 失算了 天狐怎么都没体解 注云按骂一声 自己已经足够小心了 却依旧没有想到这一层 说来说去 还是大意 但好在 他误得了大道质简之理 再加上自己对阵道的理解 兴许在这凡界之中 无人能及 只要用了神经诀 看透此阵的阵闻 或许请客间便可破改 注云深吸一口气 便是连同天狐大师 一起被吸入其中 眼前闪过光芒 便已身处一座大殿之中 天狐 你敢骗我 注云还在用原神细细感知周遭情况 却听见殿手之上传来一声爆喝 一股庞大威压随之而来 朝着天狐便是压制了过去 天狐根本就来不及出声 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口不能言 更是动弹不得 根本就没有挣扎的机会 再次生出一变 注云也是傻眼 自己该不该动手 可此时动手 完全没有了偷袭的效果 但问题是 这股威压的气息 让他感觉十分熟悉 似是混沌力 却又是掺杂着一股邪性 不过一息之间 天狐已被制服 同时那身边的娇卫 也是取出自己腰间的妖气王佩刀 架在了天狐的脖子之上 人族 抬起头来 这时 那阴阳怪气的声音 传进了注云耳中 注云心中警惕 注意力提到了极致 这才缓缓抬头看去 这才看到 一名浓妆艳抹的女人 坐在垫手之处 不 不对 是男人 是男扮女装的男人 因为她有一颗明显的喉茧 不 还是不对 她若是人 为何要喊我人族 这是妖族 对陌生人族的称呼 人族 你好大的胆子 这非男非女 非人非妖的女人 伸出兰花纸 指着注云四孝四哭地说道 原音后期巅峰 竟然敢伪装成员英初七 混到本城主府里来 说出你的目的 便让你选择一种死法 如何 注云心中惊讶 她竟然可以看出 我是伪装的 虽然 她猜错了境界 但在凡间 自己确实是原音后期巅峰 不过 既然被看穿了 那确实也没有伪装的必要了 注云心念一动 将捆覆自己的绳子撤去 握在了手中 这才淡淡说道 城主好大的本事 我这手段 可是从未有人破开过 咯咯唠 城主无嘴 发出了难听的笑声 而后说道 本城主的破须灵精诀 可破除一切虚妄 就凭你这微末伎俩 也敢再次搬门弄斧 说吧 是谁派你来的 来此所为何事 本城主说话算话 给你体面的死法 注云答非所问 皱眉低喝道 你是林家人 谁知 城主脸色一变 一股威压直直地朝着 注云压了过来 你竟然知道林家 第1063章互相困顿 破须灵精诀本 就是灵家的传承秘法 你若不是灵家人 为何又能学会 注云右手附后 已然准备叙事 从这城主的反应来看 他显然不是灵家人 那么 这破须灵精诀 定然是杀了灵家人之后所得 甚至 也因此 让真灵精的修士们 无法独身通过通道 从而需要到白虎城朝圣 领一枚所谓的神童丹 而听到注云的反问 城主顿时面目猙獰 伸手一拳隔空 朝着注云轰了过来 小子 你知道的太多了 这拳突如其至 速度极快 并且带着极为庞大的力量 这力量 不但有灵力 也有妖力 这极为符合 眼妖的特征 拳吗 我也会 注云伸手 也是轰出一拳 混沌拳 第13路 他算是摸清了 混沌拳的规律 多出来的四路拳 每一拳都是由 其中六拳而来 白虎拳 正是第13路到第18路 哄 两拳相撞 这阵法之中 阵闻随之震荡 忽明忽暗 足可见注云之强 也可见着城主之强 灵力妖力交缠乱涌 还掺杂着 道道血腥之位 注云没有多想 锦儿轰出了第14路 这拳 竟然是混沌力 注云的第一拳 便已让城主无比惊讶 可还未从惊讶之中回过神来 注云的第二拳便是到了 小子 没想到你也得到了天书 学会了其中功法 城主目光一凝 这次他没有站在原地轰拳 而是身形一转 妖娃诡异的身姿 顿时舞动 满身大红色的衣裳下 竟然飞出了一枚细针 针间泛着血腥红光 对着注云的拳面 破空而来 好恐怖的血腥之气 注云心中大惊 混沌拳大开大合 一拳便会轰出 一整颗连心中的混沌力 此时他才刚出拳 想要撤去 却是没那么容易 而这细针 直直地刺破他轰出的混沌力 根本没有任何迟滞 神经诀 千军一发之际 注云毫不犹豫地 用起了神经诀 通过城主的话语之中 他已经无比确定对方的身份 这定然 也是一只眼妖 能够认出混沌力 何谈及天书之名 想都不用想 这也是一只学了 五行混沌精的眼妖 而这针间上的血气 想来是他也是 对自己修炼的功法 做了改进 天虎大师提及的 万英之血 否则 明明不见血 这血气 又怎么会如此之重 小腹之中 一颗怜心中的 所有混沌力 被提纯到了极致 作用到了双丛之上 瞬间 注云眼中金光大作 而后他看清了细针所指 好歹毒得先 注云冷哼 这细针看似平平无奇 飞向他的全面 但在神经诀的作用之下 他却是看到了四周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血光 这些血光 却是叙事待发 是要将它完全缠绕住 混沌泉 看清了这细针的来路 注云脚步一滑 避开了细针的血猛 而后又是轰出一拳 三拳一出 还差三拳 狂风起 呜呜坐下 第十三路到第十八路的拳 混沌力好四风零力一般 力量虽然不强 却是快迅猛 而前三拳 更是还带着燥热狂浪 秀 细针当即被注云击中侧面 朝着一般弹射而去 小子 你竟然能够击中 我这血光针的侧面 城主大惊 那交易的脸孔之上 出现了惊讶的神色 但随即 他却是舞动手指 衣袖之中 又是飞出了一枚针 血光针 本城主 可不是只有一枚 这一针 直指注云身侧 而城主更是没有如第一针一般 在上面布下伪装 注云看出第一针的弱点 他知道了这些都是无用功 秀 狂风之中 红光袭来 注云目不斜视 再次用起了神经诀 又是一枚连心的混沌力 消耗一空 给我滚开 注云一声怒吼 同样轰出一拳 第1063章 互相混沌大鱼大鱼 看到第二针 依旧没有起效 且空气之中满满的混沌力 令城主不敢怠慢 他不再废话 修炼了五行混沌精的他 知道混沌力的厉害之处 而注云更是发挥出了 超他想象的实力 他一甩锈袍 一根接一根的红针 如同暴雨梨化 如此之下 让注云没法继续轰出混沌拳 他只好凝聚混沌力于脚下 迈起了长生绝步法 可才走两步 却见城主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步法玄妙又如何 你这可是在我阵中 万血阵 城主没有继续预示血光针 而是手中捏了一个阵诀 无数道阵闻 自他脚底之下升起 朝着注云困顿而来 不好 真听 却是阵起 而这阵在他脚底下 令他根本无法闪躲 阵闻所致 红光遍地 血腥四起 注云眼睁睁地看着眼前 散发了无数红光 将他吞没其中 哈哈 没想到本城主的血光针没有困住你 反倒是让万血阵给困住了 进入城主府之后 注云便心有警惕 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一个困阵 关键是 他还没有看出这阵的阵眼 想困我 没那么容易 眼看血光要将他整个人吞没的时候 注云呼地伸出右手 手指各自舞动 出现了五色灵力 金木水火土 自爆阵 五道灵力轰然落在了城主脚下 形成了五色光圈 注云无需让这五道灵力形成平衡之势 反而让这些灵力互相交缠相克 哄 灵力乱涌 强度之大 令城主的脸上出现了无比惊恐的神色 他修炼了五行混沌精 自然知道五种灵力 如果没有维持平衡 会爆发出多么强大的力量 小子 找死 城主怒吼一声 哪里还笑得出来 连忙运转自身灵力 反而控制住注云使出的五道灵力 想要将它们硬生生地剥离开来 可注云的掌控力 哪里是他可以轻松破开的 如此之下 注云被困入了血光之中 但同样 这五道灵力将城主也给完全牵制住了 谁都没有占得便宜 万雪阵 阵中之力源源不断 他想要强行破开 却是极难 而他的自爆阵 五道灵力并没有完全交缠在一起 不会消散 城主 只能勉励不让他闪交缠一起 应对起来更为困难 正因如此 这城主大殿之中 陷入了诡异的焦灼状态之中 唯一能动的 便只有奈焦首领 焦位 速来帮我 城主喘息喊道 却是目不斜视 身处五道灵力之中 他不敢有一丝分心 承 城主 这怎么帮啊 焦首领早就吓坏了 助于能够和城主打得平分秋色 这种层次的战斗 他哪里敢掺和其中 稍有不慎 便会灰飞烟灭 他活了好几千个年头了 无不幻想着 自己可以成就龙身 自是担心就此死去 听到这唯唯诺诺的话 城主怒声喝道 你过来 迎走一道灵力便可 救了本城主一命 本城主便送你一场大造化 焦急之下 城主却是没有掩饰自己的凶光 焦首领不傻 此时的城主 于以前所见判若两人 且四周杀弃灵人 他怕死 城主 属下修炼的是妖力 不会引灵力啊 听到这明显拒绝的话语 城主不禁大怒 可他此时根本没有余力对付焦首领 那你 便在边上等着 莫要乱走 悟触了此阵 纵然心中万般不平 可他怕过激了焦位 等下会逼得焦位狗急跳墙 焦位不傻 他更不傻 是 城主 属下一定不乱动 焦首领低下头来 眼角余光却是看向了祝云那边 只见 那血光形成了一个椭圆形的血球 将祝云完全困顿其中 血球如动着 说明祝云还在里面挣扎 他有一种预感 兴许城主 会死在此处 第1064章 受赤木道友所托 天虎哥 沈南悠悠行转 看到了祝云 留在地面上的字 洋洋洒洒 足有千余 他一眼扫过 呼吸开始急促起来 全然没有了 刚刚突破到 原因后期巅峰的喜悦 本来 到天虎城 他便是想求一颗 所谓的悟道丹 好能让他突破到 在凡界的最后一个境界 最后再考虑 前去灵界之事 可阴差阳错 他没有去朝圣 却是得到了一整瓶的丹药 药力精纯 他吞浮几颗 便已燃到了 自己想要的境界 这让人在真灵界 也能说上话来 但在地上 却还有几张白纸 墨迹才干 正是祝云留下的丹方 这 知道有是上天派来救 我们人族的仙人吗 他颤抖着手 将这些丹方捡起 因为是祝云手写的 丹方上 不但有炼制丹药之法 更是详细写了丹药的功效 以及服用丹药之时的作用 而他 也知道了 自己吞浮的丹药 名为培阴丹 作用是培育体内原因 从而变得更强 那么自然而然 境界的突破 也是水到渠成 在丹方边上 还有一瓶速魂丹 自结丹开始 修士便可以修炼魂法 从而壮大神魂 神魂的强大 能够让法术的施展更快 同时修炼起来 也会事半功倍 这丹药 沈南如获至宝 却是没有相应的喜悦 更多的 则是感激 他抬头 望向了城主府的方向 赤道友和天虎大师去了城主府 按理说我也该去的 可我若是去了 死了 便是扶了赤道友的一片好心 他让我将这些东西 带到人族去 等我送好了 再回来 沈南眼中闪过了金光 收起丹方和丹药 而后抹去地上的紫 再看了眼被困在阵中 立即的两名妖王 这才开启阵门 离开了斗转心仪大阵 出了天虎阁 他便直奔城外而去 城门无人看守 因为祝云与城主的剧烈打斗 已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无论是妖修 还是人族修士 他们一份填膺 围在了城主府外 对妖修而言 城主是他们的信仰 但对人族而言 这是他们继续修炼下去的希望 每当朝圣的时辰所致 城主会清临广场 带着他们对天跪拜 拜完之后 城主命人送来丹药 如今城主府动荡 他们没拿到丹药 自然不希望城主出事 雪光团中 祝云却是发现自己 置身一片血池之中 血水翻腾 他整个人浸泡其中 四周传来阵阵哀嚎之声 血池表面时不时地 还会涌出人形 朝着祝云抓来 这些应该就是亡死的原因期 他们不甘就此死去 所以留下了残念 感受到这些血光 只是困顿于他 祝云这才有心思 去观察血阵的情况 同时也想起了万英之血四字 毫无疑问 这是眼妖黄 但他修炼了五行混沌精 为何还要收集万英之血 从他先前的血光针中 可以看到那些血气 莫非修炼的 也是某种邪功 可在凡界 怎么会流传如此邪恶之法 祝云心中呢喃 但左思右想 想要知晓前因后果 只能从眼妖黄口中得知 邪功我想那么多做什么 我又不会修炼 祝云看着那些血光人影 摇了摇头 自语道 眼下 还是先破阵再说 只是可惜了 我没学会白虎拳 先前轰击出的四拳 相对应的联心 混沌力已然尽消 若想再用 祝云只能让那些联心中的混沌力 继续满盈才行 祝云也是一阵苦恼 神经诀 他叹了生气 而后打起精神 在心中嘀喝一声 双瞳之中 瞬间爆发了金芒 金芒所致 他看到了隐藏在血光之中 不断变换的万道阵纹 不过一息之间 祝云已然记下了大半 他也是阵师 知道此时困住他的血量来源 是将整座城主大殿 囊括其中的大阵 此等规模 阵力定然不小 强行破阵不可能 只能找到出路 可这万道阵纹 变化组合极为繁复 谈何容易 神经绝散去 祝云暗自沉思许久 第1064章 受赤木道友所托 大鱼大鱼 可刚解开百鱼道阵纹之时 呼得脑中灵光一闪 我怎么这么笨 大昼气仙的万千仙阵 让我误得了不正治理 我还有这本方法做什么 大道至简 殊途同归 这八个字 迅速浮现在了祝云脑海之中 这血池 是以困阵形式将我困住 那我便无需再寻其他变化 只要找出困人的相同点 自然而然 便可将阵纹解开 从而找到出路 祝云心中暗道 脸上不由地浮现了喜色 而后他沉浸心神 将先前解开的阵纹 再解一遍 果不其然 阵纹百般变化 却也逃不出拥有困的属性 祝云很快找到了相同点 并且一一记下 只不过 这血池源自万雪大阵 变化多端 想要尽数破开 却也是要花费不少时间 最重要的是 祝云还需要时不时地用神经诀 记下更多的阵纹破解 下次可千万别让人困在这种阵中了 太难了我 祝云苦笑一声 而后又打起精神 心神所致 时光飞逝 真灵境界 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各大宗门 或是家族势力 甚至还有一些的散修聚集地 皆是出现了玄奇的场景 数章手写的单方 写着闻所未闻的丹药 有结丹期的 也有原因期的 除了炼制之法 更有丹药的详细介绍 这自然是沈南所为 沈南 以至元阴后期巅峰 虽是刚突破 可不行杀人之事 不作打斗之争 那自然是来无影 去无踪 所以 无人知晓是谁所为 继而将目光 放在了丹方之外的 另一张纸上 奉赤木道友所托 为真灵界所有人族 奉上杰丹期和元阴期的丹方 当诸位见到丹方之时 兴许赤木道友 已然死在白虎城中 也有可能赤木道友 将白虎城主击杀 在下完事之后 无论赤木道友如何 会再次加到白虎城中 他生我则生 他死我则死 聊聊几句 提及数次注云的化名 一时间 赤木两字 被整个真灵界的人谈及 普通修士 皆是嗤之以鼻 因为他们修为低下 就算有了丹方 也无法炼制丹药 可相比之下 那些元阴修士 却是全部聚在了一起 诸位 想来最近风头最盛的 便是从未听说过的一个名字 赤木 一名德高望重 却是半只脚踏进棺材的老修士 垂木浑浊的双眼中 透露出了一抹精芒 他看着整座大厅之中的 元阴修士说道 整个真灵境的元阴七 全部在这里了 秦老哥 丹药我们试过了 是真的 裴阴丹和素魂丹 我们已然炼制而成 只不过 因为上好的灵药 全部拿去白虎城了 所以炼制出来的 只有两成的橙色 一名浑身带着烟火之气的黑脸修士 从怀里取出了两个瓷瓶 一瓶是素魂丹 另一瓶则是裴阴丹 书哥主 这丹药 药效如何 空口无凭 但见到有人真的拿着丹方炼制 所有人都激动了 虽说只有两成 但我天丹阁中 所有元阴出气的炼丹师 境界皆是突破到了元阴中气 此话一出 全场静默无声 天丹阁 是真灵境唯一以炼丹为主的宗门 但因为资源匮乏 且丹方只有节丹七以下的 所以修炼起来极为困难 可以因为只有 他们能够炼制出相对上好的丹药 小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在场之中 几乎所有的修士 都吃过天丹阁炼制的丹药 当然 这是在节丹七之前 到了节丹七之后 他们就不会和天丹阁有什么联系了 除非 是给小辈采购丹药 低阶修士数量众多 所需的丹药虽然低裂 但剩在数量多 所以 天丹阁的修士 凭着量大 倒也有几名天赋不错的修士 结因成功 但整个天丹阁 却只有一名圆阴后妻 便是此时 站着的书阁主 而他话音落下 身后数名丹师站起 将各自的气势 全部放了出来 圆阴中妻 第1065章元 因齐聚出发白虎城 所有人 呼吸都停滞了 并不是这些圆阴妻 能够给天丹阁的整体实力 提升多少 而是这证明了裴阴丹的作用 这还是只有两成的成色 书阁主 这裴阴丹坐驾几何 老夫全要了 一名圆阴 呼地奔了过去 将一个储物袋 砸在了书阁主的身前 这里面 三万灵石 乃我们占天宗所有家当 占天宗 修炼的不是法术 而是体术 全部以贴身肉搏 与人打斗 他们的实力 全部体现在境界之上 占宗主 书阁主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这丹药 值不了这么多灵石 占销怒目元征 道 书阁主 你在说什么鬼话 我全部灵石给你 你居然嫌多 不想卖就不想卖 你找个合适的理由也好吧 边上顿时响起了一阵吃笑之声 战销回头 却见所有元鹰面带鄙夷 顿时他也疑惑起来 莫非真不知三万灵石 要不然 他们怎么不上来抢 书阁主笑而不语 摇了摇头 看向了老者 秦长老 还是你来说吧 战销敢对书阁主发怒 对秦长老却是不敢的 真灵竟虽然算不得多团结 可他们这些元鹰漆 却是能够看清楚局势 妖族最终的目的 无非就是打压他们人族罢了 而此时却是一个契机 他们需要真正的团结起来 秦长老 便是这些修饰之中的发号之人 单方 已经真灵境流传开来了 这单方也足够详细 所以 这某一段时间之内 灵石的价值会迅速跌下 值钱的 只会是可以炼这种丹药的灵药 秦长老一语道破 无论是速魂丹 还是裴音丹 其实并没有明确地 用什么灵药炼制 只要灵药有相应的属性 便可作为主要 这是单方之中反复提及的 也就是说 哪怕是最低级最低级的晶圆草 也因本身属性 可以炼制出裴音丹 当然 这种裴音丹 可能连万分之一的橙色都没有 真灵境并不缺灵药 缺的是丹药 他们也不缺丹师 缺的是丹方 曾经在天丹阁 学过炼丹之法的修饰 其实相当之多 因为资源的关系 只有炼丹天赋上架的炼丹师 最终才可以留在天丹阁 所以 天丹阁的丹药 才是最受欢迎的 而被天丹阁淘汰掉的普通丹师 他们会被其他宗门挑走 亦或是成为一名散修丹师 M 因此 在场几乎是所有真灵界的宗门势力之中 唯有天丹阁将丹药炼制了出来 战销再傻 也明白了秦长老的话 顿时老脸一红 退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秦长老继续说道 书阁主身先士族 为我们真灵境的丹道 开启了全新的希望 秦某先行谢过了 裴音丹代表了他们人族 可以出现更多更强的原音修士 一直以来 人族的原音期 维持在百余人左右 但妖族 却至少有一千妖王 十比一的差距 纵然他们明白 白虎城通过盘剥来压制他们人族 却也无能为力 而更有一些原音期 实在无法忍受 这种看不到头的先徒 选择了屈服 放下了尊严 前去白虎城朝上 但据多回少 坊间早就流传 白虎城会灭杀人族原音 可那些去了的人 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 结果可想而知 第1065章原音 齐聚出发 白虎城大鱼大鱼 人族始终维持在百余未原因期 如何壮大 这些能够安然留在此处 还能聚在一起的原音修士们 自然眼光非常 不会去白虎城送死 哪怕战销这等鲁莽之辈 也可以感觉到 白虎城不是那么容易取的 面对秦长老的道谢 书阁主连忙抱拳回礼 接着朗声说道 秦长老书某受之有愧 终其所往 这一切 应该谢那位赤火道友 他取出白纸 右手捏着直手 左手点在了赤木两字之上 众人皆是出言赞同 我们人族缺乏 结单期以上的单方 赤木道友 这已不是雪中送炭这么简单了 这是救我们人族于 水深火热之中 不错 人族乃万物之灵 凭什么要被那 白虎城的妖兽们致悦 就是 赤木道友 乃我们人族之恩人 只上说 他在白虎城中 与白虎城主决一死战 我们受其恩惠 不能坐视不理 朱某想得比较简单 一名大富翩翩的中年猿鹰站了出来 每说一句话 就会抖起肚子上的一块肥肉 可没有人敢小视于他 纷纷闭起嘴巴看了过去 朱某早年发过誓 哪怕闯入灵界通道之中生死 也不会去白虎城一趟 可赤道友为我们人族 送来了如此珍贵的单方 我等却不知他长什么样 朱某要是死了 也不能瞑目 所以 朱某打算去白虎城 瞻仰下赤道友的容颜 好铭记于心 若是他活着 朱某拼死也要护他周全 若他死了 朱某也敢随他而去 此等人节 能在黄泉路上同行 也不往修这两千年的线 寻常原因 不过千余年的寿缘 但这朱姓原因 却是修炼了两千年 也是真灵静的能人意识之一 朱道友所言即是 秦长老不住点头 道 秦某反正也没那胆子去灵界通道 不如在垂死之际 为我们人族做点贡献 秦长老视死如归 那我天丹阁的一众修士 自然不能落于人后 这些年赚了诸位不少灵石 受了不少好处 自然也要身先士族 何时出发 我天丹阁会拿出所有丹药 书阁主又是一名原音修士站出来 说道 赤道友给的丹方 只有你们能够炼制出来 换言之 天丹阁会是我们人族 接下来复兴的希望 一在下所在 天丹阁所有修士 该全部留在真灵境 甚至 若是我们全部生死 天丹阁还要躲到蛮荒进去 以防白虎城的报复 蛮荒城灵力枯竭 妖力更是一点都没有 人族甚少前去 那里更是妖族的境地 这也是为何 妖族从未大动干戈 全面出击 将人族斩杀殆尽 因为一旦冲突起来了 人族全部推到蛮荒进 到时影响最大的 只能是妖族 掩妖皇深知这一点 所以没有将人族逼上绝路 这朝圣之举 也是一种缓冲矛盾的方式 又能慢慢地碾压人族的尊严 不错 天丹阁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不能贸然前往 却也要先轰掉白虎城这座大山 正是 若是我为林宗所有原因战死 还望天丹阁照抚一二 擎天宗一世 浩然宗一世 风雷宗一世 几乎所有宗门势力 皆是起身表态 舒阁主大笑 对着四方吟吟相败 而后抹了把眼角 大声说道 舒某定然不负诸位所望 如有为 天丹阁受万雷折磨 永不翻身 声音在大厅之中回荡 许久才潇洒而去 天丹阁 所有丹师听令 属下在 舒阁主身后 庶民元英妻肃然而立 一口同声 将宗门内 所有丹药取来 送于在场所有道友 其次 二等全力炼制裴英丹 速魂丹 宗门祖库全开 只要是能炼制这两种丹药的 无需通报 直接可取来炼制 再三 通知所有结丹气丹师 用尽全力炼制恢复灵力 气血 魂力的丹药 接连三道命令 几位元英丹师迅速退去 舒阁主大业 其余元英 也是报权相向 诸位拿命 舒某只取些丹药 算不了什么 五日之后 真灵尽所有原因 除去天丹阁之外 几乎是带着全部身家 急促朝着白虎城去 第1066章 沈南洒下无数丹方 白虎城 风声鹤唳 几乎所有的修士 无论人族 或是妖族 皆是围在了城主府之外 数日过去 城主没有任何消息 自然而然 那朝圣的广场 也不再有人派发丹药 人族修士 本就是为了丹药而来 他们好不容易放下了尊严 任由妖族践踏 却是发现他们白来一趟 怎么会甘心 人多壮胆 人族修士们 自然就围到了城主府之外 只不过 他们忌惮城中规矩 倒是无人喧哗 可问题是 人族实在太多了 几日时间 还有人族修士 自真灵境来此求要 前面来得未散去 后面来得打听着此间消息 继而人族 在数量上 完全压制了白虎城中的妖修 气氛紧张而又热烈 虽然人族修士全部未动 可所有妖修 皆是可以感觉 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为何白虎城每日会朝圣四次 其实也是为了疏散人族 让他们不要聚集起来 至于人族多年 他们十分了解 人族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性 聚重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 当所有人的目的一致时 他们便会无比团结 留在城主府中的所有妖位 都是清楚 如今 他们唯一的希望 只能寄托于城主 可以从城主大殿之中出来 解决这个难题 只要每个人可以得到丹药 那么人群自然散去 可妖卫们并不知道 城主此时心力交瘁 那五道灵力 根本无法散去 以他修炼 五行混沌精的程度 能够做到维持平衡 已经极为不易了 可祝云 却是不断地在消耗着 万血镇的力量 此消彼不长 祝云胜券在握 这是城主 眼妖黄不愿见到的 该死的人族 这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城主咬牙切齿 他可以切身感受到阵力的消散 虽然速度很慢 但他无力应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若是焦卫能够帮他 可解此时危机 但他无论如何威逼利诱 焦卫都是不为所动 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事情 用眼角余光看去 焦卫此时更是盘腿坐着 目光直直地望着那团血球 血球之中是祝云 连焦卫自己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忤逆城主的意思 是因为 祝云身上 带着真龙的残留气息 血球之中 算是走上正轨了 可惜混沌力的消耗还是太大了 不知道何时才能将所有阵文破开 祝云堪破阵道 大道至简 殊途同归 可那万千阵文 还是需要一次破开 对阵道的理解 只是能够让他更快地看透阵文 而非直接破开阵法 如今遇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混沌力的不足 也是亏得他体内有27颗连心 相当于27名化神七修士的灵力储备 才得以支撑这么久 这时的他 已经算是完全上手了 但速度也已到达极致 祝云苦中作乐 就当是锻炼熟练度了 也不知道那眼妖皇如何了 他无暇顾及 但困他的血球 也没有任何变化 他自然可以猜到 自己的自暴阵 也是将眼妖困得死死的 虽然被天道压制了境界修为 可对灵力的掌控之力 绝非这下界妖王可以比拟的 时间飞逝 要是数日过去 白虎城 已经被人族修饰占满 情况似乎有了变化 所有妖族 不敢再去招惹人族 哪怕 白虎城中 没有千余妖王齐聚 但至少半数妖王 没有一人敢动手 而最诡异的 则是白虎城中 安静的有些可怕 无人敢出声 直到 沈南归来 这是 白虎城外 沈南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群 人头攒动 接踵笔尖 他已知原因后期巅峰 本就信心有所膨胀 再看到这么多人足在此 其余妖羞皆是不敢乱动 心中又是想要寻到祝云 便是无所顾及 将自己的灵石 涌进了白虎城中 哼 第1066章 沈南撒下无数单方大鱼大鱼 瞬间 灵石覆盖整座白虎城 所有修士无不惊呼出声 如闷雷响起 白虎城也是 未知震荡 是谁 敢在白虎城用灵石 这是找死吗 竟然找不到 沈南可不去管其余人的想法 只是没发现祝云 让他有些心服气躁起来 而一众妖王 特别是归属于城主府的一些妖位 暗觉此时不妥 便是暗自交流之后 有几名妖王施展妖术 且化为本体冲向了城外 何人 敢坏我白虎城规矩 见到沈南在城外 一直化为斑斓大虎的妖羞 对着沈南怒目而逝 沈南本能地想要服软 可呼得又是发现不对 他的灵魂可以感觉到 似乎所有的人族 此刻都在注意着此侧 他心中一动 以自己独身之力 难以和白虎城抗衡 可若是挑起城中这成千上万的修士 兴许可以为赤道有解为 按理说 以妖族的霸道 自己这般违规 恐怕是所有妖羞皆会出来 但眼下却只有庶民妖王 足可见赤道有没事 想来正与白虎城主 在某种禁制阵法之中焦灼着 沈南以散修身份 修炼到原因期 足可见他灵智非凡 细想之下 便是想通了其中关键 想起祝云先前的计划 他便心中一动 面对着虎卫的质问 他哈哈一笑 正必大呼 本以为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事 仅会在人族凡间出现 没想到白虎城 竟然也有这种破规矩 人族 你什么意思 那虎卫也是不敢贸然动手 当然他更没想到 沈南有如此胆破 面对他们庶民妖王 竟然没有露出一丝巨色 没什么意思 沈南微微一笑 道 你若不用妖石 又怎会发现 我用零石 虎妖王 你这是不是也坏了 白虎城的规矩 虎妖王脸色一变 沉声喝道 你这是 想挑起人族与妖族之间的矛盾 白虎城毅历繁界数千年 不但为你们人族结仇 更是每日都有无数丹药派发出去 助你们人族修士 继续修炼下去 你这行径 理应当诛 花音落下 这虎卫猛地张开血盆大口 当空朝着沈南咬来 他心思缜密 已然从沈南的话语之中听出了什么 并且沈南的话 已然引起了城中许多修士的共鸣 特别是第二次来此的 一些原因散修 他们无门无派 修炼到这个境界 自然心境与实力皆是非凡 更是在亲眼见到不少童族 因莫需要的罪名 被白虎城的各路妖修绑复斩杀 从而惨死在白虎城 当年 我那堂弟便是不小心冲撞了一名妖修 便被当街活活打死 我道理眨了下眼 便被一名妖王认为 是对他暗送秋波 图谋不轨 也是被抓走 最后挂在了城墙之上 我师尊 但还是结单期的 我来见识下白虎城 可谁曾想 就是摸了下城墙上的砖 便被庶民成手拍得血肉模糊 沈南的话 并不会掀起这些人的仇恨 却是让他们有所回忆 而真正让这些人同仇敌忾的 却是这虎卫不由分说的当众杀人 原本 妖修动手 能看到的人并不多 可此时 无数修士亲眼可见 如此毫不讲理的蛮横 令他们心有所感 诚然 沈南是用了零食 确实坏了白虎城不成文的规矩 可无论在哪 这都不可能是死罪 但虎卫不由分说 直接动手 他们纷纷联想起自己到白虎城来 为了一颗丹药 可此时他们依旧不敢动手 但沈南却已知道 火候差不多了 他一掌拍出 凝聚庞大的灵力与手掌之上 哄 沈南凭空倒飞食于仗后 他大声呼喝 真灵静 已经有了结单妻和原因妻所需的单方 我等人族 再也不需要被妖族盘剥 随着话音落下 漫天飞下无数单方 这与沈南留在真灵静各大势力门口的单方纸条 一模一样 他怕不够 所以准备了许多 没想到剩余的在此时派上了用场 不断有修士 捡到了这些单方 亦或是速魂丹 亦或是裴音丹 第1060章 困顿双卫万英之险 轰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